在龙珠神与神篇章中 比鲁斯居然一气之下 杀死了超赛神孙悟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比鲁斯睡醒之后 他准备去寻找那个梦中的对手 在维斯的带领下 比鲁斯到了界王星 轻松打败了超三悟空 不过这一次 悟空提前到了地球 在神龙和小伙伴的帮助下 变身为超赛神 比鲁斯刚到地球 还没来得及吃美食 就与悟空开战了 比鲁斯对着悟空发射了一发超大气功波 在比鲁斯看来这一招可以彻底击败悟空 然而就在悟空抵抗的时候 比鲁斯突然从悟空身上 感受到一股巨大的能量 很快剧烈的爆炸在空中发出 随着爆炸结束 比鲁斯没想到 悟空居然挡下他的攻击 他有点生气了 孙悟空 无论如何 你的结局不会改变 你的结局 会跟贝极塔星的所有塞亚人一样 被彻底消灭 忘了告诉你 是我让弗里萨去消除贝极塔星的 说着比鲁斯只肩汇聚出恐怖的力量 此时悟空的超赛神状态已经消失 他虚弱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比鲁斯眼神一冷 塞亚人 不要再抵抗了 消失在宇宙里吧 说着 比鲁斯朝着悟空发射一发破坏光线 在破坏能量的攻击下 悟空发出惨痛的叫声 比鲁斯没想到 悟空居然这么坚强 连破坏能量都无法轻易杀死他 不过没关系 一发破坏能量不够 那就两发 下一秒 比鲁斯再次射出一发 这一次 悟空再也坚持不住 彻底消失在宇宙里 而地球上的重人 在得知悟空的死讯时 都惊骇不已 悟犯甚至不敢相信 这一切 以前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 他的父亲都能坚持下来 这次怎么会 比克告诉悟犯 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因为比克觉得 比鲁斯既然会杀死悟空 那就不会轻易放过地球 而在宇宙里 维斯问比鲁斯 为什么要消除地球呢吗 比鲁斯觉得他 已经跟超级赛亚人之神战斗过了 也没有特别强 他本来就不怎么喜欢赛亚人 现在就更对他们没兴趣了 说完比鲁斯掌中 汇聚出一颗超大能量弹 贝吉塔知道 地球这一次再劫难逃了 尽管他十分愤怒 可他也觉得无力 而奇迹紧紧紧地抱住雾天 不想让雾天 看到这残忍的一幕 其他地球战士 也纷纷握紧拳头 愤怒地盯着比鲁斯 居然靠着强大的力量 为所欲为 无配作为神 听着地球人的吐槽 比鲁斯不懈地哼了一声 然后把能量抛向地球 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 地球消失了 比鲁斯则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而在戒王神界中 老戒王不住地叹息着 从比鲁斯降临地球 他就开始担心 没想到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只不过 他们却没有能力去阻止 戒王在看到悟空和地球消失后 更是十分沮丧 他心里不住地给悟空道歉 他没有能力去帮助他 与此同时 六宇宙里 巴朵斯正在寻找超级龙珠 他感觉自己 已经距离超级龙珠很近了 就在这时巴朵斯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看到了孙悟空的灵魂 看着这个陌生的灵魂 巴朵斯疑惑 灵魂都应该被送往地府的 为什么这个人的灵魂会在这里呢 于是巴朵斯准备调取悟空的记忆 看看他的过去 在权杖里 巴朵斯看到了悟空变身为超赛神 跟比鲁斯战斗的场景 也看到了悟空被比鲁斯消除 以及地球被比鲁斯消除的场景 此刻巴朵斯更惊讶了 悟空身体被破坏了 可他的灵魂和精神却依旧存在 而且还穿越宇宙到了六宇宙 巴朵斯觉得 孙悟空肯定有异于常人的地方 巴朵斯想起了之前预言于的话 巴朵斯觉得 孙悟空可能就是预言于口中的人 随着巴朵斯继续观看 他发现悟空的经历很有趣 他本应该是个残暴的赛亚人 然而却变成一个天真善良的人类 他所经历的一切 都让巴朵斯感到好奇 特别是孙悟空体内那强大的潜力 更让巴朵斯喜欢 巴朵斯觉得 相比之下 像帕大人就是一个贪吃懒散的大懒蛋 悟空比他有句多了 一番思虑后 巴朵斯打算好好利用一番孙悟空 他知道自己的父亲 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他需要更加强大的力量 然后代替拳王 成为新的万物之主 这个孙悟空 或许可以成为他们的助理 想好之后 巴朵斯就收起悟空的灵魂和精神力 之后 巴朵斯就开始继续搜寻超级龙珠 很快 巴朵斯就找到了四星球 在找到四星球后 巴朵斯决定返回六宇宙 画面一转 悟空渐渐苏醒过来 他疑惑起来 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明明记得自己 正在跟比鲁斯战斗 而且被他打败了 这时端坐在宝座上的巴朵斯 出声给悟空问好 看着眼前的陌生女人 悟空问 巴朵斯她是谁 巴朵斯顿时笑了起来 他开始给悟空做自我介绍 我是巴朵斯 是一个天使 不过巴朵斯让悟空放心 自己不是他的敌人 相反 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之前不但被比鲁斯打败了 更被他杀死了 是自己发现了他的一缕灵魂 并挽救了他 听到这些后 悟空向巴朵斯表示感谢 就准备回地球了 可他用瞬间一动搜索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朋友们的气息 巴朵斯告诉他 地球包括他的朋友家人 全部被比鲁斯消除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悟空额头顿时清金暴起 他发誓 他一定要杀了 比鲁斯为大家报仇 见到悟空这个样子 巴朵斯微微一笑 他热心地表示 悟空现在根本不是比鲁斯的对手 如果他真的想要报仇 自己可以帮助他 悟空纳闷地看向巴朵斯 他有些纳闷 难道巴朵斯很厉害吗 为什么自己从他身上 感受不到任何的气息呢 巴朵斯又笑了起来 他告诉悟空 凡人是感受不到神之气息的 如果他愿意跟着自己学习 自己可以训练 他变得比比鲁斯更加强大 悟空刚想同意 巴朵斯又告诉悟空 必须代替他成为新的破坏神 巴朵斯告诉悟空 整个多元宇宙 一共有12个破坏神 每个破坏神身后 都有一个天使 如果破坏神死了 天使也会陷入沉睡 很不巧 比鲁斯身后的天使 就是自己的亲弟弟 所以巴朵斯要悟空答应 在杀死比鲁斯后 必须由他替补成为 七宇宙新的破坏神 说着巴朵斯还故作惋惜模样 他不住地为地球抱冤 明明地球上的人类 是如此的热爱和平 却只因为比鲁斯一个不高兴 就消除了他们 这样做非常残忍 要知道破坏神的职责 是维护平衡 而不是胡作非为 另外巴朵斯告诉悟空 地球是被比鲁斯消除的 宇宙里只有超级龙珠 可以复原他们 而只有神才有资格 使用超级龙珠 也就是说 只有悟空成为新神 才有资格使用超级龙珠 在听完这些之后 悟空没有犹豫的 就答应了巴朵斯 因为他必须要为地球报仇 重新复活大家 达成协议后 巴朵斯轻敲全杖 一道光柱瞬间包围了他们 原来这个空间 是巴朵斯特地建立的 就是为了 他和悟空的谈话 不被外人偷听去 到达目的地后 巴朵斯让悟空放心 在消除了地球之后 比鲁斯又睡着了 这次没有个几百年 想必是不会醒来的 巴朵斯让悟空随意 下一秒 巴朵斯瞬移到 七宇宙的比鲁斯心上 他问预言于 上次他说自己的父亲大神观 可以借助塞亚人的力量 成为新一人的万物之主 那个塞亚人说的 应该就是孙悟空吧 预言于点点头 他能从孙悟空身上 感受到无限的潜力 他都不敢想象 如果把孙悟空的潜力 彻底开发出来 他会变得有多强 现在他都忍不住 想要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其他人了 听到这话 巴朵斯目光一冷 但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他让预言于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除非他想和比鲁斯一样 一直沉睡下去 听到这话 预言于吓坏了 他当即让巴朵斯放心 自己不会把 这件事告诉给任何人的 想了一会 巴朵斯还是让预言于 陷入了永恒沉睡中 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 自己和悟空的秘密 才不会泄露出去 下一秒 巴朵斯顺移到超级龙珠面前 他召唤出了超级龙珠 他许下自己的愿望 他想要改变 当初那些看到比鲁斯 杀掉悟空场景的人的记忆 这样就没有人知道 是自己拯救了孙悟空 回到悟空这里 悟空质问巴朵斯 为什么还不复活地球 和自己的朋友 巴朵斯哄骗悟空 这是因为像帕大人 刚刚使用过超级龙珠 而超级龙珠 需要冷却12个月 眼见悟空有点怀疑自己 巴朵斯继续劝说悟空 现在不是复活地球的好时机 如果现在复活了地球 一定会被自己的弟弟维斯 察觉到的 到时候 他会告诉比鲁斯大人的 那么悟空又得跟比鲁斯开战 可现在的悟空 还不是比鲁斯的对手 那样地球会被再次摧毁掉的 听到这话 悟空总算冷静下来 他心里开始浮现出家人的身影 他现在明白了 只有自己变得足够强 自己的家人才能被再次复活 眼见自己目的达到 巴朵斯就催促悟空 他们时间不多了 要赶紧开始了 准备就绪后 悟空就开始跟着巴朵斯训练 很快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这段时间内 悟空的身体和精神上 都遭受了极大的压力 然而 一切都是值得的 几个月的时间内 悟空再次把赛亚之神的力量 开发了出来 现在他可以感知到 巴朵斯身上的神智气息了 巴朵斯不禁地夸赞悟空真是天才 这学习进度 远远超越了所有破坏神 之后新的训练开始 在跟着巴朵斯训练两年半后 悟空终于出道了 悟空觉得 现在的自己 完全可以对抗比鲁斯了 于是要求巴朵斯 利用超级神龙 复活地球和家人们 这一次 巴朵斯没有说什么 而是带着悟空 踏上了寻找超级龙珠的旅程 然而 这次寻找超级龙珠 却引起了一名神的注意 这名神是 全王宇宙之外的人 他非常强 强大到 已经把他们空间之内的神明 全部屠杀干净了 然而上次巴朵斯 召唤出超级龙神时 散发的力量 引起了他的注意 只不过 那人是在全王宇宙之外 而超级神龙只出现了一小会 所以他没有找到 之后超级龙珠变成了石头 直到这次 巴朵斯再次凑齐超级龙珠 那个神明终于捕捉到了龙珠的气息 他同时也注意到了巴朵斯的气息 他回到悟空这里 表示超级龙珠已经凑齐了 只不过 在实行计划之前 应该先测试下悟空的实力 于是巴朵斯提议 让悟空跟象帕大人先打一场 悟空着急地表示 他现在只想跟比鲁斯战斗 然后打败他 复原地球 巴朵斯告诉悟空 象帕大人是比鲁斯大人的亲兄弟 听到这话 悟空有些激动 他质问巴朵斯 象帕就是他的破坏神 为什么他是比鲁斯兄弟这件事 之前没告诉自己 巴朵斯无辜的解释 之前没说 是害怕悟空知道 他就住在自己最大敌人的兄弟家里 会让他心里不舒服 从而影响他的训练 听完以后 悟空没有再责怪巴朵斯 反而接受了巴朵斯的安排 同意跟象帕开战 之后 巴朵斯带着悟空找上象帕 见到悟空 象帕质问巴朵斯这是谁 为什么随便让陌生人来自己的星球 巴朵斯故意刺激象帕 这个人是来挑战他的 准备取代他 成为新的破坏神 听到这话 象帕整个人猛逼了许久 象帕反应过来后 他生气地表示 要杀了悟空 巴朵斯当即表示 可以为他们举办一场比赛 象帕怒斥巴朵斯 让他闭嘴 别以为自己不知道 孙悟空就是他带来的 就是想要夺走自己的破坏神位置 几分钟后 象帕和悟空来到一处空地 象帕对着悟空嚣张地表示 自己只用十秒钟 就能让他化为宇宙的尘埃 说完之后 象帕拿出了百分之六十的力量 而悟空也当即变身 只不过这次 他的头发是没红色的 象帕也拿出百分之六十的力量 象帕抬手就是一发破坏能量 悟空只用一只手 就弹飞了象帕的能量 随后悟空对着象帕 释放狼牙风风拳 一顿拳锤加电炮 给象帕干到了地上 象帕抬头惊恐地看着悟空 他感觉悟空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自己反应不过来 不服气的象帕 再次对悟空发起了攻击 然而悟空的速度比他更快 整个星球 都因为他们的碰撞而震动 一番激战下 象帕眼见自己无法拿下悟空 就决定释放百分之百的力量 随即象帕对着悟空 再度释放了一大发破坏能量 悟空也不惯着象帕 直接一发龟派气功也轰了上去 顿时两股能量相撞 可象帕的能量还没坚持多久 就被悟空推了回来 眼见象帕就要消失 巴朵斯当即使用天使之力 使得时间倒流 就这样 象帕才免于疑难 做完这些 巴朵斯又顺意到象帕身后 然后一招打晕了象帕 悟空看到这幕 问巴朵斯在做什么 他不是让自己跟象帕战斗吗 巴朵斯告诉悟空不用打了 自己刚刚已经看到他们 战斗的结果 象帕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是自己使用了时光倒流 所以他才会不记得 听到这 悟空正色问巴朵斯 为什么不早说他会这招 早说的话 他不就可以用这招复活地球 和自己加人了吗 巴朵斯告诉悟空 这一招 没办法倒流回那么久之前 之后巴朵斯告诉悟空 虽然他打败了象帕 但不一定能打败比鲁斯 因为象帕比比鲁斯要弱 想要赢比鲁斯必须得变得更强才行 而另一边 七宇宙的维斯感知到 自己的姐姐巴朵斯 使用了时光倒流 于是他利用权杖观察了一番 发现了悟空在象帕星训练的事情 跟巴朵斯想的一样 维斯当即告诉比鲁斯 曾经被他打败并消除的孙悟空 复活了 听到这话 比鲁斯也是一愣 他凶狠地质问维斯 是谁那么大胆 居然敢复活被自己消除的人 维斯淡淡地开口 是我的姐姐巴朵斯 我想 他应该是准备 让悟空做六宇宙的后骨破坏神 这让一旁的比鲁斯十分生气 要是孙悟空真成为了六宇宙破坏神 自己的兄弟像怕 就得消失不说 曾经自己的手下败将 就会跟自己平起平坐 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于是比鲁斯决定去六宇宙找孙悟空 而此时的六宇宙上 巴朵斯告诉悟空 基础训练对他已经不管用了 他现在需要提升的是 对破坏力量的掌控 过了一会 巴朵斯为悟空选择了一个星球 也都类似 不过这颗星球 最近正在研究一种可怕的技术 那就是从生灵体内提取能量 为此他们到处侵略其他星球 听到巴朵斯的话 悟空立即怒了 为了自己一己私利 就随意残害别人 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见到悟空愤怒了 巴朵斯很满意 于是他就带着悟空 准备去解决这颗星球 15分钟后 巴朵斯和悟空 就到了那颗星球上空 巴朵斯让悟空闭上眼睛集中力量 等一下就用破坏 直接摧毁这颗星球 在巴朵斯说完之后 悟空很快就张开了眼睛 他嘴里也大声喊出破坏 随着悟空喊出声 眼前的星球瞬间化为宇宙尘埃 亲眼看着星球消失 悟空有些触动 他问巴朵斯 自己的地球 是不是也是在一瞬间就消失了 巴朵斯知道 悟空心软的老毛病又犯了 于是安慰他 他这不是在做坏事 反而是在做好事 他为宇宙清理了迫害 如果他今天没有出手 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生灵 会被他们残害呢 告诉悟空 比鲁斯已经来到了六宇宙 虽然战斗的时间 比巴朵斯预料的早了一些 不过悟空刚才的表现 让巴朵斯十分相信悟空 不过巴朵斯还是故意质问悟空 他的复仇要开始了 如果他现在要是害怕的话 自己可以带他先躲起来 悟空严肃地开口 巴朵斯 我一早就告诉过你 我一定会打败比鲁斯的 你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相信我 听到这个回答 巴朵斯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他带着悟空找上了比鲁斯 见到悟空 比鲁斯毫不客气地开口 孙悟空 别以为你 跟着巴朵斯训练了几年 还打败了像怕 就可以跟我作对 我告诉你 我能杀了你一次 就能杀了你第二次 悟空没有跟比鲁斯斗人 而是认真地盯着他 比鲁斯 我今天一定要为地球 为我的家人报仇 说着悟空身上浮现出一层 霉红色的神志气息 听到悟空这么说 比鲁斯笑了 他嘲笑悟空的不自量力 嘴上这么说 可比鲁斯没有拖大 他身上也浮现出破坏气息 巴朵斯知道 两人的战斗一触即发 他也明白 两人的实力都在像怕之上 如果他们全力战斗 可能会使得宇宙消失 于是他利用天使之力 把两人带到一处异次元空间 在这里 无论他们爆发出怎么样的力量 都不会波及到六宇宙 而悟空这边 他嘴里发出怒吼 身上的气息疯狂爆窜 悟空先发制人 一拳朝着 比鲁斯轰了上去 这一拳让比鲁斯知道 悟空已经不是之前的悟空了 他这次不能小看他了 一击得手的悟空 准备乘胜追击 这时比鲁斯猛然爆发气息 他直接拿出了80%的力量 两人以拳对拳 拳拳对空 一轮攻势之后 比鲁斯开始放狂话 孙悟空 我承认你变强了 可是以你现在的水平 你赢不了我 说完 比鲁斯的身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悟空感知到比鲁斯可怕的能量 当即做出防御 比鲁斯对着悟空疯狂的杂杀 悟空不慌不忙 沉着应对 找到机会后 悟空举起拳头 做出反击 刹那间 一红一蓝两道能量 在宇宙中疯狂对撞 然而下一秒 悟空的身影被比鲁斯击落 重重地摔落到一颗行星之上 引发一阵剧烈的爆响 这颗行星的核心 也被悟空的身体撞裂 整颗星球都在爆炸的边缘 悟空趴在地上 他心里默默地想着 巴朵斯没有欺骗自己 比鲁斯确实比向怕强得多 如果不是巴朵斯 对他的针对性训练 恐怕他现在已经被 比鲁斯第二次杀死了 但很快 悟空就从地上爬起来 然而接下来看到的景象 让悟空惊讶 因为他看到了 这颗星球的月亮 悟空感觉到 体内正不受控制地 发生着改变 另一边 比鲁斯正快速朝着悟空突进 这一次 他发誓要彻底破坏孙悟空 就算是天使巴朵斯 也不能再复活他 等到了跟前 比鲁斯也是面色突变 他感觉到 一股可怕的能量 正从悟空体内迸发而出 这股能量 甚至让他这位破坏神 都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比鲁斯不再迟疑 他必须要尽快解决掉悟空 而此时的悟空 已经变成巨猿形态 可问题是 悟空是在霉虹形态下 变得大猩猩 他身上的神之气息 并没有随着他 变身大猩猩而消散 只不过此时的悟空 无法控制自己的理智和身体 此时巴朵斯也来到战场 他看到这样的悟空 虽然早有准备 可也觉得惊讶 他看过悟空的记忆 他小时候 就凭借大猩猩的力量 杀死了老比克 当他跟比鲁斯战斗的时候 这股大猩猩的力量 也爆发过 也为他挡下了比鲁斯 第一次的致命伤害 巴朵斯得意地 对身边的人说道 如果孙悟空能够在神的基础上 掌握这股力量 那他绝对能成为最强破坏神 甚至能超越天使也说不定 他说话的对象 正是天使维斯 维斯没有反馈巴朵斯 只是他觉得 孙悟空这股力量虽然强大 可他现在还不能掌控 因此 这场战斗最后的赢家还不能决定 如果孙悟空在这里 被比鲁斯大人杀掉了 那就谈不上以后 巴朵斯却仿佛对悟空充满了信心 他让维斯好好看着吧 这场战斗的胜利者 一定是孙悟空 另外 巴朵斯还建议维斯 还是不要在这里观看战斗了 他还是提前去拳王大人那里 重新申请一个破坏神吧 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而另一边 比鲁斯已经开始释放百分之百的力量了 他对着巨猿悟空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把巨猿悟空踢进了岩浆之中 顿时引发巨大的爆炸 这让比鲁斯信心倍增 刚开始 他还担心巨猿悟空的恐怖力量 现在他完全不需要担心 因为这个样子的悟空 毫无战斗技巧 根本不会是自己的对手 就在比鲁斯得意的时候 巨猿悟空的吼叫声 从岩浆里传出 下一秒 悟空巨大的身体 从岩浆里站起 无数的岩浆顺着他的身体流下 却没有对他的身体 造成任何伤害 见状 比鲁斯再次杀向悟空 厚重的拳头 狠狠地砸在悟空身上 比鲁斯不带悟空反应过来 又跳到空中 对着悟空释放了破坏 看着急迟而来的恐怖能量 巨猿悟空发出怒吼 这声音 让整颗星球都为之颤抖 下一秒 比鲁斯的破坏能量 撞在悟空身上 可悟空仅凭肉体力量 就轰散了比鲁斯的破坏能量 这一幕 让比鲁斯头皮发麻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 能够用身体硬扛下他的破坏 一旁的巴朵斯 则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就知道自己的眼光不会挫脏 悟空这边 他身上的力量再度暴涨 然后对着比鲁斯 也射出一发能量 比鲁斯当即快速闪祸 只是刚刚的能量 让比鲁斯感到害怕 因为悟空使用的 正是破坏神的破坏能量 他心里不禁怒吼起来 孙悟空到底是怎么样的怪物呀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破坏能量掌握到这个程度 就在比鲁斯发愣的时候 巨猿悟空闪现到他身后 比鲁斯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悟空一阵乱全轰在身上 这一串联机 让比鲁斯受了重伤 比鲁斯无法相信 孙悟空怎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 就在悟空准备继续攻击的时候 巴朵斯来到巨猿悟空面前 但他不是来阻止悟空的 他告诉悟空 他的朋友家人都被比鲁斯杀了 他的妻子琪琪 他的儿子悟天和悟犯 都是比鲁斯一手残害的 现在他有足够的力量 可以为他们报仇 可是他必须要完全掌握这股力量 否则就算他报了仇 他也会被这股力量所吞噬 听着巴朵斯的话 巨猿悟空再度发出怒吼 随即一道光辉覆盖悟空全身 他的身体也发生了改变 随着光芒消失 悟空完成了全新的形态 这个形态有些类似于超似变身 不过他的发型和毛发颜色都不一样 那么悟空的这个形态有多强大呢 新形态的悟空不懈地看着比鲁斯 这就是我的神之力 接下来我会让你知道地球人的怒火 说着悟空一拳轰向比鲁斯 比鲁斯被这突然的一拳打到怀疑人生 他无法相信一个人类能对自己造成伤害 可身体的疼痛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悟空再度冲向比鲁斯 嘴里发出怒吼 你现在也害怕了吗 你也知道疼痛了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的家人在被你破坏的时候 他们有多害怕 他们有多疼啊 紧接着 就是无数道饱含着悟空怒火的拳头 轰在比鲁斯身上 虽然被揍得很惨 可比鲁斯嘴上依旧强硬 你这个手下败将 你以为你现在增强了一点力量 就能打败我吗 别做梦了 看着无能狂怒的比鲁斯 悟空不懈地开口 如果你觉得这样说 可以让你好受些 那你随便 可你必须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说完以后 悟空再次朝着比鲁斯袭杀而去 顿时恐怖的利文 以他们为中心 向着四周扩散 不一会 比鲁斯再次被悟空打退 不服输的比鲁斯嘶吼着 将全身能量汇聚起来 朝着悟空发射一发超大破坏能量 看着眼前的能量 悟空知道这就是比鲁斯最后的招数 可这样的能量 丝毫无法对如今的悟空造成威胁 而此时的拳王宫殿里 大神官也注意到了 悟空跟比鲁斯的战斗 看到孙悟空的新形态 他也开始对孙悟空感兴趣了 当初巴朵斯对他说 自己发现了预言于口中的 那个赛亚人时 大神官还以为 这只是一个玩笑 现在看来 这孙悟空说不定真的能帮助自己 成为新一任的万物之主 很快 大神官再次回到拳王宫殿 原来拳王专门召集大神官 是想跟他商量一下 现在破坏神一个个都不务正业 自己想要清理掉等级低下的宇宙 大神官非常赞同拳王的想法 还表示 这件事就交给自己去筹备吧 离开拳王宫殿后 大神官直接来到一个神秘的次元空间内 在这个空间之内 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和女人 但是看样子 大神官跟他们很熟悉 大神官表示 自己这次来给他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 拳王准备消除宇宙了 这一次 足足有八个宇宙将会被消除 听到这话 陌生女人兴奋不已 八个宇宙被消除 那就代表着 将会产生数不清的灵魂 看着他们高兴的样子 大神官正次说道 等到宇宙被消除的时候 自己可以把那些灵魂献祭给他们 但是需要他们跟自己做个交易 那就是 帮助自己除掉拳王 成为新一任的万物之主 回到悟空这里 他已经把内心的怒火 全部发泄到比鲁斯身上了 现在他准备彻底消灭他了 说着悟空快速冲向比鲁斯 瞬间 无数铁拳砸在比鲁斯身上 悟空怒吼出声 破坏神 这就是你看不起的地球人所拥有的力量 今天就让你死在这股能量下 说着悟空掌中 开始汇聚破坏龟派气功 随着一声破坏喊出 恐怖的破坏能量 顿时将比鲁斯淹没了 一秒钟后 比鲁斯的身影也化为粉末消失在宇宙之中 看着消失的比鲁斯 悟空自言自语 奇奇 悟犯 悟天 还有大家 我终于为你们报仇了 说完之后 悟空摔倒在地 原来是这个新形态 悟空还没能完全掌握 这个变身 让他的身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刚刚他是凭借一颗复仇之心在强撑 天使巴朵斯 为了孙悟空 要背叛大神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孙悟空杀死了比鲁斯后 维斯准备使用时光倒流 让比鲁斯大人重新复活 然而这次 他的时光倒流没有起作用 维斯质问巴朵斯 是不是他捣的鬼 为什么自己的时光倒流不管用了 巴朵斯淡淡地说道 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试 既分胜负 也决生死 既然比鲁斯接受了悟空的挑战 他就必须承担这个后果 虽然悟空是我的人 可你也看到了 刚刚他陷入烈士的时候 我除了言语鼓励他 并没有对他进行实质性的帮助 所以 你对比鲁斯也应该是这样 你现在除了缅怀比鲁斯之外 不应该为他做任何事 巴朵斯这番话有理有据 维斯无法反驳 只能放弃拯救比鲁斯 另一边 比鲁斯的灵魂被消除之后 他来到了那个神秘女人面前 女人见到比鲁斯 非常感谢他 在他身为破坏神时候 他随意使用破坏 消除了数以亿计的生灵 也为自己提供了无数的灵魂 正是有了比鲁斯这些破坏神 自己才能有饱饭吃 比鲁斯看着眼前的陌生女人 问他是谁 自己明明在跟孙悟空战斗 怎么会来这个地方 女人没有回答 而是看着比鲁斯舔湿着嘴唇 虽然自己很感谢比鲁斯 可是他更想知道 破坏神的灵魂 跟普通圣灵的灵魂 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回到巴朵斯这边 他开始劝说维斯 重新找一个破坏神代替比鲁斯 维斯看着巴朵斯 问这一切是不是他故意安排的 孙悟空就是预言鱼口中的 那个塞亚人吧 巴朵斯表示自己不知道 维斯在说什么 维斯告诉巴朵斯 预言鱼之前就私下 找自己谈过那个预言 听到这里 巴朵斯面露凶色 他后悔让预言鱼沉睡得太晚了 随后巴朵斯问维斯 除了他 还有人知道这个预言吗 维斯同样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巴朵斯 他为什么没有将孙悟空 交给他们的父亲大神官呢 他以为自己能瞒得了他吗 如果他知道自己受到了欺骗 一定会给你巴朵斯 最严厉的惩罚的 巴朵斯眼见自己的谋划被识破 索性直接告诉维斯 自己一开始 是打算将悟空交给父亲的 可是在与悟空相处之后 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而另一边 在拳王宫殿里 大神官与神秘人达成协议后 他开始通知所有天使 拳王即将消除八个宇宙 分别是二宇宙 三宇宙 四宇宙 六宇宙 七宇宙 九宇宙 十宇宙和十一宇宙 回到悟空这边 巴朵斯使用天使之力 修复了悟空的伤势 见到悟空苏醒 巴朵斯夸赞悟空做得好 他已经为他的朋友和家人报了仇 想必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知道这个消息 也会为他高兴的 悟空开始感谢巴朵斯 为自己做的一切 如果没有他 自己无法打败比鲁斯 不过对他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复活被杀的人 巴朵斯看着悟空 想了一会 他表示 如果悟空是在想复活地球和家人 那自己可以带他去另外一个宇宙 在那个宇宙重新复原地球 悟空纳闷 为什么要在别的宇宙复原地球呢 巴朵斯不想隐瞒悟空 就把大神官刚刚发布的命令告诉给了他 说完这些后 巴朵斯开始给悟空道歉 自己一开始是想要利用他的 可是在与他的相处中 自己慢慢改变了想法 现在他已经报了仇 自己想要带着他隐藏起来 不然他会受到大神官的残害的 悟空静静地听巴朵斯说完 巴朵斯 你对我隐瞒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确实有些生气 不过 我现在能感受到你的内心 你现在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原谅你了 眼见悟空原谅了自己 巴朵斯也安慰悟空 地球在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这些人 还能再一块就好了 等下自己会掩盖掉悟空身上的气息 等到六宇宙和七宇宙被消除了 自己会告诉大神官 孙悟空随着六宇宙一块消失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神官居然消除了天使维斯 还要追杀天使巴朵斯和孙悟空 原来就在巴朵斯准备为了孙悟空 背叛大神官后 就带着悟空躲藏了起来 而此时的拳王宫殿内 大神官却安排消除宇宙事宜了 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之后大神官告诉拳王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可以消除宇宙了 拳王当即伸出小手 随着一阵亮光发出 瞬间八个宇宙消失了 而神秘空间之内 神秘女还兴奋地喊叫起来 太多的灵魂了 多到快要溢出来了 这放在以前 他想都不敢想 今天真是他最幸福的一天 而那个神秘男生 在接受了灵魂献祭之后 也决定履行自己的沉默 他在掌中汇聚出能量 嘴里喊道 大神官准备接受我的力量吗 同时在拳王宫殿里 大神官在完成一切后 发现巴朵斯和孙悟空的身影不见了 于是他把所有天使都聚集起来 马卡丽塔问大神官突然召集他们 有什么事吗 大神官告诉他们 天使队伍里出现叛徒了 那就是维斯和巴朵斯 天使萨瓦难以置信地问大神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神官告诉他们 比鲁斯心上的预言语有过预言 有个特殊的塞亚人 可以帮助自己成为新的万物之主 本来巴朵斯已经找到了那个塞亚人 他们天使一族同龄宇宙的机会终于来了 可是巴朵斯和维斯这两个叛徒 在发现了孙悟空后 却想要把那个塞亚人给隐藏起来 说完之后 大神官看向维斯 维斯 你以为你和巴朵斯的这点把戏 可以骗得了我的吗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 听着大神官的训斥 维斯不慌不忙地开口 父亲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只要你高兴 我愿意接受你的任何惩罚 维斯话音刚落 大神官就直接出手消除了维斯 随后 大神官告诉众天使 维斯已经认罪了 现在只剩下巴朵斯了 巴朵斯告诉自己 孙悟空随着六宇宙一块被拳王消除了 可是他之前从孙悟空身上 感受到巴朵斯的天使气息 要知道他们 天使一族 是不会随着宇宙一块消失的 所以 孙悟空一定还活着 而且自己召唤巴朵斯来这里开会 他到现在都没有来 所以大神官认定 孙悟空一定跟巴朵斯在一起 所以 大神官需要剩余天使 一块去搜寻巴朵斯 把孙悟空带回来 天使们听到大神官的话 纷纷恼怒不已 天使萨瓦 更是激动地表示 他一定会把孙悟空带回来的 马卡丽塔也表示 巴朵斯胆敢背叛天使一族 他一定会让巴朵斯 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听着大家的发言 大神官非常满意 他告诉众天使 如果巴朵斯胆敢反抗 可以直接杀了他 但是孙悟空必须要活的 众天使纷纷领命 另一边 巴朵斯又集齐了超级龙珠 召唤出超级神龙 巴朵斯表示 拳王消除了许多宇宙 在此之前 七宇宙的地球先被比鲁斯消除了 所以 他想要复原七宇宙的地球 和地球上的众人 然而超级神龙却表示 这个愿望他无法完成 因为现在地球人的灵魂等级 远超于自己 所以他无法复活他们 巴朵斯听完以后非常震惊 他问超级神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超级神龙告诉他们 现在地球人类的灵魂 在一个超级宇宙中 这个宇宙的等级非常高 就连大神观 也无法管理这个宇宙 说完之后 超级神龙就离开了 巴朵斯陷入了沉思 他答应过悟空 要帮他复活地球和家人的 可是现在自己失言了 悟空因为不懂神的语言 他就催问巴朵斯怎么样了 巴朵斯把情况都告诉给了他 就在他们讨论 接下来怎么办的时候 天使马卡利塔 带着天使克斯 和其他天使来到了这里 马卡利塔 让巴朵斯放弃抵抗吧 巴朵斯没有吭声 九宇宙天使莫吉托 给巴朵斯认清现实吧 他们无路可逃了 这时巴朵斯准备使用 时光倒流回到过去 然后带着悟空提前离开 但四宇宙的天使 克尼克笑了起来 他让巴朵斯别白费力气了 有自己在这里 他的时光倒流不会有用的 马卡利塔接着说道 巴朵斯 你和维斯 居然想要隐藏孙悟空 难道你不知道 我们的父亲 渴望成为新的万物之主吗 这个塞亚人 可以帮助我们的父亲 只要我们的父亲 成为新的万物之主 我们天使一族 就能统领所有宇宙 所以 你这不是背叛我们的父亲 而是背叛我们天使一族 另外 我必须提醒你 你的弟弟维斯 已经被父亲惩罚了 难道你巴朵斯 想跟自己弟弟一样被消除吗 天使大姐克斯 也趁机劝说巴朵斯 如果他现在愿意认错 跟他们一起把孙悟空交给父亲 自己会向父亲求情 放过他的 然而巴朵斯表示 自己不能抛弃悟空 他现在跟悟空 已经是亲密无间的战斗伙伴了 所以他宁愿跟悟空一块战死 也不会背叛他 听到这话 马卡丽塔生气了 他怒斥巴朵斯 居然把一个外人 看得比自己父亲和家人更重要 说着马卡丽塔身上 散发出浓重的杀意 感受到马卡丽塔身上的杀意 巴朵斯更加难过了 他表示 不看重家人的 是大神官和他们这些所谓的天使 自己的父亲 为了当上万物之主 居然可以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 相比之下 他从孙悟空身上 看到太多闪光点了 他的善良 他对家人和朋友的情谊 是他们这些神明都不曾拥有的 眼界说不通 天使们准备使用武力解决了 此时巴朵斯也施展神之力 创造了一个防护罩 在这个防护罩里 天使们的伤势 不会被天使之力修复 大家知道 巴朵斯是准备开战了 不过他们 根本没把巴朵斯和孙悟空放在眼里 就没有阻止巴朵斯 于是 巴朵斯让悟空使用那个新变身 跟天使战斗 悟空看着眼前的天使们 他直言 让他们一起上马 自己不怕他们 天使莫吉托表示 一个小小的孙悟空 还想要挑战所有天使 简直是做梦 自己只用一根手指头 就让你孙悟空无法翻天 悟空听完 也不废话 直接朝着 莫吉托冲了上去 莫吉托不懈地看着悟空的攻击 并没有行动 下一秒 莫吉托脸色突变 因为悟空的拳头 静止撞在他的胸腹之上 疼得他吐出一口鲜血 挨了悟空一拳 莫吉托不懦 反而笑了起来 他表示 不愧是大神观看中的人 实力果然超凡脱俗 萨瓦开始讽刺莫吉托 如果他不行 就让自己上 莫吉托没有说话 下意识地开始使用神之力恢复伤势 但一番折腾下 莫吉托的伤势根本没有恢复 这时莫吉托 才想起巴朵斯的防护罩 于是他让马卡丽塔 赶紧解决掉巴朵斯 马卡丽塔文言 也直接冲向巴朵斯 天使科尼克让马卡丽塔 不用着急 现在巴朵斯维持着防护罩 他的天使之力 无法全力发挥 所以 科尼克建议马卡丽塔 尽可能地慢点 杀死巴朵斯 这样可以 让他在死之前 多受点痛苦 马卡丽塔也不知道是实力太强 还是不想巴朵斯受苦 他没有听科尼克的 直接穿透了巴朵斯的胸膛 就这样 巴朵斯也倒在血泊之中 看着巴朵斯的尸体 马卡丽塔觉得 必须斩草除根 于是又汇聚一发能量弹 射向巴朵斯 顿时一阵剧烈的爆炸 从巴朵斯身上发出 随着巴朵斯的彻底消失 他的防护罩也失效了 现在天使们可以使用神之力 回复伤势了 悟空看到巴朵斯被杀 气得咬牙切齿 他知道 要不是帮助自己 巴朵斯不会死 下一刻 悟空发出怒吼 将自己的气息提升到顶峰 再次冲向天使们 可现在没有了 巴朵斯防护罩的干预 悟空的攻击 根本伤不到天使 很快悟空 就被打得变体凝伤 即便这样 悟空依旧不服输 他在最新变身下 叠加了50倍界王拳 可惜这一次 他的攻击 被天使一只手就拦下了 天使告诉悟空 在神之力的影响下 他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一旁的马卡丽塔 也开始汇聚能量 他准备给悟空 一点小小的天使震撼 在马卡丽塔的轰炸下 莫吉托开始运用神之力 他准备把悟空带回去 交给大神官 可下一秒 那个神秘的女孩 出现在悟空身前 阻隔了莫吉托的神之力 这个正是全王宇宙之外的 那个神秘神秘 她是跟着超级神龙 和巴朵斯的气息追踪过来的 看到这个女孩 莫吉托还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她让女孩躲开 不然现在就让她彻底消失 只是一旁的马卡丽塔却看出 女神体内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女孩无视莫吉托的警告 她淡淡地开口 自己是追踪着天使巴朵斯的气息来 但自己刚刚发现 巴朵斯的气息消失了 女孩问众人 巴朵斯在哪里 天使们还没有开口 一旁的悟空告诉女孩 巴朵斯已经被这些天使给杀死了 听到这话 马卡丽塔赶忙出生遍解 她让女孩不要相信孙悟空 孙悟空是一个凶手 她杀了七宇宙的破坏神 自己是奉了自己父亲大神官的命 赶来逮捕她的 悟空却让女孩不要相信天使 他们的那个大神官 已经杀了七宇宙的天使维斯 刚刚说话的 是十一宇宙天使马卡丽塔 就是她杀了巴朵斯 而且他们抓自己 也不是为了给七宇宙破坏神报仇 而是想要提取自己的灵魂 听着悟空的话 女孩能感觉出 悟空没有撒谎 而且她看出 悟空有一颗纯洁的心灵 这种纯洁的心灵 别说在人类中 就算在神明里 也是稀有的存在 于是女孩选择相信了悟空 她开始斥责天使真是虚无 现在看着他们的模样 都让自己感到恶心 听到女孩这么说 马卡丽塔身上的杀气 再次释放出来 马卡丽塔提醒其他天使 一定要小心女孩 她没有看着那么简单 听到马卡丽塔的话 悟空也觉得惊讶 一个看着像人类的女孩 居然让天使们都感到忌惮 正这么想着 女孩转头看着悟空 她让悟空不用担心 有自己在这里 这些人伤害不了她 说着女孩 对悟空使用了神力 顿时一层光锅 覆盖在悟空身上 悟空感觉到自己的伤势 再快速恢复 做完这一切 女孩又开始羞辱天使 她觉得马卡丽塔长得真丑 特别是她的双马吻 简直丑到爆炸了 听到女孩的羞辱 马卡丽塔再也控制不住了 她直接朝着女孩发动了攻击 然而马卡丽塔的全力一击 居然被女孩单手拦下 女孩手上微微用力 就直接捏爆了 马卡丽塔的水晶球 看到这一幕 马卡丽塔震惊不已 看着马卡丽塔惊慌的样子 女孩忍不住笑出声来 她提醒马卡丽塔 接下来该自己攻击了 说着女孩 直接一拳打在马卡丽塔的肚子上 紧接着 又是一脚踢飞了马卡丽塔 马卡丽塔的身躯 瞬间砸碎了树道掩体 看着马卡丽塔被轻松解决 所有天使都难以置信 他们觉得 女孩一定只是掌握了 某种厉害的技能 于是莫吉托放弃近战 开始使用天使之力攻击女孩 瞬间 一道光圈就从女孩脚下出现 将她全身都笼罩起来 下一个 无数道锁链出现在女孩周围 女孩没有反抗 莫吉托以为女孩被自己抓住了 高兴地呼喊起来 他就知道 女孩只是力量强大 但跟自己天使族的天使之力 比起来还是不值一提 一旁的悟空见到女孩陷入口径 他挣扎着 想要站起来帮忙 可他的伤势太重了 现在还没完全恢复 女孩这边 他听完莫吉托的演讲后 淡淡地开口 你这个家伙 比刚才的双马尾 更加让人讨厌 我觉得先解决你 说完之后 一道能量从女孩身上发出 莫吉托惊讶地看着 女孩不费吹灰之力 就破解了自己的天使所变 这时悟空的伤势也恢复了 女孩直接无视了天使 他开始关心悟空 并询问他的名字 悟空简单介绍下自己后 就提醒女孩小心 这帮天使非常强 自己可以帮他 女孩没有拒绝 他笑着邀请悟空 孙悟空 跟我一起来灌溉这片土地吧 就用这帮天使的鲜血 另一边 天使克斯 想要趁机使用天使之力 恢复马卡利塔的伤势 只是他发现自己的天使之力 居然无法恢复马卡利塔的伤势 女孩又笑了起来 他让天使们别白费力气 有自己在这里 他们的天使之力 根本上不了台面 地上的马卡利塔 在听到女孩的话后 他脸上浮现出惊恐的神情 他还是第一次 在除了大神官和拳王之外的声明身上 感受到恐惧 天使克斯这边 他此刻终于认识到女孩的强大 于是他劝警其他天使 他们需要放弃巴斗斯 然后尽快逃离这里 天使科尼克愤怒地表示 他们天使一族是宇宙最强种族 而且现场不止一个天使 他们怎么可能 因为一个小女孩选个跑路 这种行为 如果被父亲大神官知道 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女孩听着天使们的争吵 他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告诉悟空 如果他们想要把在场的所有天使 都展落在这里 那他们得速战速决了 不然有些天使就要逃跑了 悟空闻眼眼目吼起来 随着他的咆哮 他开始释放体内的能量 很快 悟空再度恢复了之前的阿尔法形态 于是悟空和女孩联手 向着所有天使发动攻击 在两人的攻击下 很快就有几个天使陨落 天使克斯看着两人攻势如龙 他知道 如果是自己 恐怕不出十秒 就会被他们斩杀 眼见他们冲着自己而来 克斯当即把马卡丽塔的身体召唤过来 挡在自己面前 再次见到马卡丽塔 女孩称赞他的生命力不错 居然还没有死 说着女孩一发能量波射出 彻底解决了马卡丽塔 而悟空刚刚就看出了克斯的心思 所以他没有关注马卡丽塔 向悟空求饶 他知道悟空有颗善良纯洁的心灵 他请求悟空放过自己 悟空看着克斯 他还是心软了 放走了克斯 毕竟刚刚在猎杀巴朵斯的时候 克斯没有出手 而女孩在收拾完其他天使后 他见到了悟空放走克斯的一幕 他觉得悟空还是太心软了 不过 这也是他的优点 于是女孩决定带悟空离开 他让悟空把手放在自己肩膀上 下一刻 一道亮光冲天起 女孩准备带着悟空 去自己居住的空间了 你能想象 五个天使一块出动 追杀巴朵斯和维斯 可最后全部被杀 只剩下天使大姐克斯一个人活了下来 克斯逃出来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治愈自己的伤势 之后 他快速回到拳王宫殿 大神官询问克斯 为什么就他一个人回来了 克斯难过地告诉大神官 除了自己 所有天使都隐落 大神官文言 便读取了克斯的记忆 在克斯的记忆中 他看到了天使们 跟神秘女人战斗的场景 以及神秘女人屠杀天使的景象 只是这种记忆 对克斯来说 是极致的痛苦 所以 再读取完记忆后 克斯也活活被吓死了 与此同时 悟空跟着神秘女人 到了一颗星球之上 悟空开始恳求女人训练自己 他们杀了这么多的天使 大神官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只有自己变得更强 才能抵御大神官 女人听完以后 平静地看着悟空 他让悟空放心 在这颗星球外面 有自己设下的神秘护照 在这层护照的保护下 没有人能感受到他们的气息 悟空惊讶 女神的神力太厉害了 女人让悟空不要拍马屁 自己杀掉天使 也不单单是为了帮助他 而是自己 要为巴朵斯报仇 把那些看着都恶心的天使 全部杀掉 随后女孩 让悟空把事情的原人 本本都告诉自己 不许遗漏一点 于是悟空 就把比鲁斯杀了自己 巴朵斯拯救自己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 悟空再次恳求女孩训练自己 因为自己还有心愿要实现 那就是 复活地球 和自己的家人们 可巴朵斯说过 地球人类的灵魂 都被吸收到一个 更高级的空间内 所以悟空知道 自己想要实现这个愿望 就必须要拥有强大的实力 而此刻唯一能帮助自己的 就是女孩了 女孩听完悟空的话后 没有立即回答 反而陷入回忆之中 她自言自语 巴朵斯就是那样一个 心地善良的天使 原来在巴朵斯 还没有长大的时候 女孩就见到过巴朵斯 而且巴朵斯 还拯救了身受重伤 濒临死亡的女孩 随即女孩看向悟空 她决定帮助悟空 因为巴朵斯是好人 所以女孩相信 巴朵斯愿意用生命保护的人 也一定是个好人 女孩开始制定计划 她留下来搜索巴朵斯的灵魂 看有没有办法复活巴朵斯 而悟空则回去全王宇宙 搜集超级龙珠 女孩很快就找到了 巴朵斯的灵魂 只不过巴朵斯是天使 要知道 没有超级神龙那种魔法 想要复活一个天使 远比杀掉一个天使难得多 女孩使用了大部分力量 终于把巴朵斯的灵魂 而悟空这边 她刚回到全王宇宙 大神官立即察觉到她的气息 从而出现在悟空面前 大神官亲切地给悟空打招呼 大神官觉得悟空太大意了 她以为他们杀死了天使 会让自己分神 从而注意不到她的踪迹吗 悟空愤怒地盯着大神官 一言不发 大神官问悟空 那个女孩在哪 他们杀了自己那么多的孩子 自己不会放过他们的 女孩这边 她在收拾好巴朵斯的灵魂之后 她想查看一下悟空的情况 却发现了大神官的气息 于是女孩不再迟疑 立即出发 前去支援悟空 大神官抬手 就召唤出三宇宙天使堪培利 大神官说道 堪培利 我给你一个复仇的机会 希望你不会像马卡丽塔和莫吉托他们那样 让我失望 话音刚落 天使堪培利 当即冲向悟空 不一会 悟空就被打成重伤 虽然之前重伤复原之后 悟空实力又更上一层楼 可他终究不是天使的对手 就在堪培利准备杀掉悟空的时候 他却发现 悟空身上的伤势 奇迹般的复原了 原来是女孩赶到了这里 他为悟空修复了伤势 只是悟空发现 女孩的眼睛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 女孩告诉悟空 因为他把巴朵斯的灵魂放在自己体内 所以自己的眼睛颜色才会改变 大神官准备对悟空出手了 神秘女神帮助悟空 一块对抗大神官 看到女孩终于出现 大神官笑了起来 他嘲笑女孩的愚蠢 他居然还想要复活巴朵斯 恐怕今天 他连自己的命都会搭在这里 女孩愤怒地看着大神官 他斥责大神官的无情 他这张脸 跟其他天使一样 自己看了就无情 听到这话 大神官面色异冷 两人的战斗瞬间爆发 只是一轮战斗后 女孩落入下风 还受了伤 女孩意识到 这个大神官的实力 果然不是一般的天使能够比拟 不过女孩知道自己 不能死在这里 不然巴朵斯就再也无人能复活了 于是 女孩大声吼叫起来 他爆发出全身神力 创造出一个虚弱魔法 大神官一时不慎 被女孩的魔法击中 顿时大神官的实力被削弱了 见到自己的魔法成功 女孩有些得意 接下来 自己会亲手送大神官进入地狱 听到这话的大神官 没有生气和惊慌 反而笑了起来 他问女孩 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说完之后 大神官身上的气息猛然爆发 大神官笑着说了起来 你觉得你这种低级魔法 会对我起作用吗 这下子问到女孩 惊慌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神官怎么可能免疫这种魔法 她的魔法确实削弱了自己的实力 只不过现在自己体内 可不单单有着自己的力量 更有着超越他们想象的神秘力量 女孩听着大神官的话 突然想起悟空说的更高级的空间 难道这个大神官 跟消失的灵魂和高级空间 有着某种特殊联系吗 就在女孩这么想着 大神官掌中已经开始汇聚能量 而天使堪培力这边 她告诉悟空 她的救星这次也就不了他了 他们今天都会死在这里 下一秒 大神官的能量射向女孩 顿时恐怖的能量 不断地摧残着女孩的身体 悟空这边 她心里暗暗发誓 就算自己要死在这里 她也要想办法救出女孩 瞬间悟空使用了武士被戒王权 因为之前悟空经历过重伤复原 而且堪培力 也被刚刚女孩的魔法波及到 她可没有大神官的本事 所以实力大大减弱 悟空对着堪培力 就是一通全锤加电炮 随后一发归派气功射向天使堪培力 巨大的爆炸从堪培力身上发出 可烟雾消散之后 堪培力虽然受了一些伤 却没有死 大神官见到这幕 她不住地斥责堪培力 也是一个废物 早知道自己就不该消耗能量复活她 听着大神官的训斥 堪培力只能默默地听着 随即大神官话锋一转 让堪培力去搜集超级龙珠 如果她连这件事都办不好 那就不用回来见自己了 堪培力当即发誓 她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说完就离开了 而女孩趁着大神官跟堪培力说话的时候 使用魔法 恢复了自己和悟空的体力 大神官也没有阻止她 因为在大神官眼里 女孩和悟空都逃不出自己的手掌 大神官还嚣张地表示 孙悟空和女孩可以一块上 两人也不多说什么 联手朝着大神官冲过来 然而他们的攻击 根本伤不到大神官 而大神官随手就把他们打成重伤 随即大神官闪现到悟空面前 一拳把她击落到一颗行星上面 倒地之后 悟空恢复成常态 几乎失去了知觉 收拾完悟空后 大神官转头告诉女孩 接下来该她 过大神官让她放心 自己不会轻易地杀死她的 而会好好折磨她一番 说着 大神官对着女孩发动了无数次攻击 每次攻击都让女孩痛苦不已 却又不会杀死她 折磨痛快后 大神官也把女孩扔向一颗星球 随后掌中汇聚出巨大能量 射向女孩 女孩此刻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这时 巴朵斯的影像在女孩脑海里浮现 女孩开始向巴朵斯道歉 自己没能复活她 也没能保护好她要保护的孙悟空 自己对不起她 就在女孩即将凝落的时候 悟空利用瞬间一动 出现在女孩面前 为她抵挡能量 大神官看着突然出现的孙悟空 她怒骂起来 孙悟空 别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 就算杀了你 我也有办法得到你的灵魂 悟空眼睁睁看着大神官 要杀死自己的恩人 关键时刻 一声巨人咆哮 从悟空体内发出 伴随而来的是 巨大的能量 从悟空体内迸发出来 但同一时间 大神官的能量 爆发出巨大的爆炸 连带着那颗星球一块摧毁了 悟空和女孩的身影也不见了 即便是这样 可大神官心里明白 孙悟空和女孩没有死 孙悟空刚刚爆发的能量 成功阻挡了自己的能量 虽然只有一瞬间 可就是那一瞬间 让她成功使用瞬间一动 带走了女孩 来到另一边 女孩看着孙悟空 问她为什么要不顾性命的救自己 难道也是为了报恩吗 悟空也表示 她不仅仅是为了报恩 只是因为她是个好人 就算她对自己没有恩情 自己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拯救她的 女孩听完也不再多说什么 她告诉悟空 现在最重要的是 赶紧回到自己的星球上 不过自己现在的体力所剩无几了 无法带悟空回去 悟空提出自己 可以用瞬间移动 女孩告诉悟空 自己的星球有防护机制 如果不是自己亲自开启的通道 就会受到防御机制的攻击 自己和悟空 都可能会被那股能量杀死 想了一会 悟空问 没有别的办法吗 女孩表示 除非有人能在星球内部 找到他的镜子 那个镜子可以从内部打开通道 悟空想也没想 就用瞬间移动来到星球外 女孩问悟空准备做什么 悟空也不说 静止朝着星球飞去 顿时一股巨大的能量冲向悟空 悟空顶着能量继续前进 最终悟空几乎耗尽了所有体力 拖着最后一口气 成功进入星球 在为女孩打开通道之后 悟空彻底晕死了过去 回到星球上 女孩终于利用星球上的镜子装置 复原了悟空 可是女孩由于受伤太重 一时半会 无法彻底恢复 悟空也不客气 直接抱着女孩 就走向她的房间 悟空问女孩 这里有没有类似于仙斗什么的 就是一吃就能瞬间恢复所有伤势的 女孩说没有 自己所有的魔法力量 都来自于这里的镜子装置 说完之后 女孩开始向悟空道歉 在打败天使之后 自己有些飘浪 以至于她低估了大神观的力量 才会让他们两个陷入险境 悟空让女孩不用责怪自己 说到底 还是怨自己不够强大 如果自己够强大 就谁都不用怕 不过悟空也告诉女神 她一定尽快变强 直到超越大神观 女孩想了想 刚刚大神观也说要超级龙珠 如果她使用了超级龙珠 那自己就必须再等一年才能出去 不然就算找到了超级龙珠 也用不了 而且还有遭遇大神观的危险 在这里等一年 是最稳妥的办法 悟空也觉得女孩是对的 不过他问女孩 这里有没有类似于精神石光屋的地方 自己曾经在那种地方训练过 在那里训练一年 外面才过了一天 女孩表示自己这里没有 不过女孩安慰悟空不用失望 虽然自己现在没有 可是自己可以用魔法为她创造一个 简单来说 就是打开一个通道 连接到一个时间流速不同的一次元空间 不是很难的事情 很快法阵就布置好了 女孩带着悟空来到另外一个空间内 此刻女孩虽然外伤恢复了 可她的能量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那么悟空在这特殊的空间内 会把战斗力提升到何种程度呢 在房间里 悟空对女神详细讲述了 自己在地球上的生活 以及她和朋友们所有的冒险故事 听完以后 女神对悟空的故事非常着迷 并且 她开始尊重和钦佩悟空所做的一切 之后 悟空问女神 她已经谈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 女神能不能给自己讲述下她的故事 女神有些害怕谈论自己的过去 但因为悟空是她非常喜欢的人 所以她决定告诉她 关于自己的过去 她说自己叫伊诺 她曾经生活在另一个维度 在那里 她被称为红眼恶魔 人们都害怕她 因为她会杀死所有挡在她面前的人 无论是孩子 还是神秘 在成为红眼恶魔之前 她曾是一个奴隶 一直受到所有人的羞辱和蔑视 当她长大后 她的主人试图侵害她 这时她觉醒了自己的力量 杀死了主人 由于主人的身份非常高 所以她开始受到追杀 为了自保 她不得不杀死许多士兵和赏金猎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赏金越来越高 到最后 即使是普通人 也试图消灭她换取赏金 而伊诺在杀人的过程中 她对杀人产生了无法控制的欲望 此外 其他国家对此感到恐惧 担心会有同样的命 一些国家想要拉拢她 于是就给予她很高的职位和荣耀 不过她都拒绝了 因为她不想屈服于任何国王 也不相信任何人 其他国家眼见无法跟她成为盟友 就想尽办法要消灭她 可惜 他们派出的战士都失败了 直到有一天 出现了一个战士 成功将伊诺驱逐到另一个维度 在传送中 伊诺感受到强烈的压力 这些压力不断地摧残着她的身体 等到她传送出通道 她重重地摔落在一个星球上 她身上的伤口也无法愈合 她已经瀕临死亡 但伊诺没有感到伤心和后悔 因为她明白 她杀了太多人了 这个后果是她应得的 于是 她默默等待死亡的来临 几个小时后 她的伤口被治愈了 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天使巴朵斯 伊诺虽然不认识她 可知道是她治愈了自己的伤口 伊诺告诉巴朵斯 她很善良 可惜她的善良用错了地方 因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存在 自己是红眼恶魔 巴朵斯看着伊诺露出天真的微笑 一直是因为遇到了坏人 不幸认识你 我是巴朵斯 不过我要告诉你 你要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忏悟 并因此发誓 在这里不再杀害任何人 之后的日子里 伊诺一直遵循着自己的诺言 没有再伤害过任何一个生灵 只是自那以后 她也再也没有见过巴朵斯 直到后来 巴朵斯在六宇宙和七宇宙里搜寻龙珠 在她经过宇宙间隙的时候 伊诺感受到了她的气息和龙珠的气息 只是那股气息转瞬即逝 等她再次找到巴朵斯的时候 她已经被杀害了 于是她决定打破诺言 打开杀戒 在相互了解完之后 悟空就和伊诺在这里训练 在时光屋训练12年之后 伊诺伤势完全恢复了 悟空也已经完全掌握了 超级赛亚人阿尔法形态 不仅仅是实力的增长 悟空和伊诺的关系也突飞猛进 渐渐的 伊诺对悟空的友谊之情 转变成了爱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感情越来越强烈 跟悟空在一起 她曾经的空虚感完全消失了 而此时的拳王宇宙里 大神官在所有宇宙搜寻悟空和伊诺 可他们找了一天 都没有找到对方的踪迹 之后 大神官找到了拳王 他告诉拳王 巴朵斯和维斯 因为自己宇宙被抹除 他们联合悟空和一个女孩 想要暗杀她 当他们计划被其他天使知晓后 他们残忍地伤害了很多天使 为了拳王大人的安危 为了宇宙的安危 自己只能忍痛出手 抹除了巴朵斯和维斯 只是孙悟空和女孩逃走了 拳王非常信任大神官 对他的话没有任何怀疑 他甚至感谢大神官保护了自己 于是 拳王复活了除了维斯和巴朵斯之外的 所有天使 让他们帮助大神官继续搜寻悟空 只是出乎了大神官的意外 即便自己把所有宇宙都翻过来一遍 都无法找到悟空的踪迹 甚至连超级龙珠的踪迹都没有找到 回到时光屋里 时间已经过去了150年 伊诺在悟空的教导下 也学会了瞬间移动和戒王拳 在增强力量之后 伊诺把自己的镜子改造成了传送门 而拳王宇宙里 大神官为找不到孙悟空而感到愤怒 于是他决定寻找神秘神明的帮助 意词源空间内 在听完大神官的讲述后 神秘人决定帮助他 不过对方也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他想要那些被抹去的天使的灵魂 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以七个天使灵魂成交 大神官派遣他的孩子们到意词源空间 天使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纷纷询问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是天使 他们就算死了 灵魂也应该去天使世界 这时神秘人的声音响起 他告诉天使 自己叫阿古拉 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随即他告诉他们 就是他们的父亲亲手送他们来的 说着他开始吐槽大神官 大神官是他见过的最有野心 最可悲的存在 他不在乎牺牲自己的孩子 而且他告诉天使 在多元宇宙中 天使是最强大的存在之一 但在灵魂形态下 他们对自己毫无威胁 说完之后 他和女人吞噬了天使的灵魂 之后 他的外貌发生了变化 悟空这边 他还和伊诺在石之屋修炼 突然伊诺的镜子告诉他 一个女性刚刚来到了他们所在的星球 悟空问伊诺 发生了什么 伊诺回答说 有人刚刚来到了他以前的星球 那个年轻女孩名叫露娜 是一位使用魔法的仆人 忠实于阿古拉 他们说话间 露娜已经通过感知伊诺的气息找到他们 露娜给他们打招呼 你好 伊诺小姐和悟空先生 让我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露娜 是阿古米拉的仆人 不过我必须要承认 伊诺小姐的力量令人惊讶 她比一个破坏之神还要强大 伊诺问她是如何如此轻易地找到自己的 露娜告诉她是 通过她在太空中留下的魔法文迹 随后露娜还特地告诉悟空 她不用想复活她的朋友们 因为他们都成为了阿古拉的一部分 即使是超级龙珠 也无法在阿古拉手里带走一个灵魂 并将其复活 听到这些话 悟空感到震惊 她变身成超级赛亚人 她愤怒地告诉露娜 自己是不会放弃朋友们的 露娜笑着说道 无论你如何愤怒 事实是你再也见不到你所爱的人 我建议你 尽快接受这个事实 悟空不再废话 与露娜展开战斗 露娜轻松能躲避悟空的攻击 并表示 这将是她最后一次战斗 然而她的话音刚落 伊诺就偷袭露娜 对她使用了魔法囚禁之力 这一招可以复制露娜的力量 并将其用于对抗她 露娜受到到伊诺的魔法攻击 变得虚弱 伊诺靠近悟空 让悟空彻底解决掉她 然而悟空却一拳打在伊诺脸上 以至于伊诺失去了几秒钟的意识 露娜带着微笑告诉伊诺 孙悟空现在已经是自己的傀儡了 说完 露娜的力量恢复正常 伊诺的魔法能量被破除了 伊诺惊讶地问对方 她是怎么摆脱自己的魔法的 露娜表示这种魔法 自己很久之前就不屑于使用了 而悟空还在持续攻击伊诺 伊诺不断呼喊悟空 悟空 你被她操纵了 我才是你的朋友 只是这话使得悟空非常愤怒 因为她听到的和看到的完全不同 在悟空眼里 此时的伊诺是露娜的形象 而刚才的话传入她的耳中后 就变成了露娜在说 在我解决了你之后 我会折磨伊伊诺直到她死去 突然 伊诺从背后袭击了悟空 这次攻击给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与此同时 露娜疯狂地笑着 她告诉伊诺说 她的这些行为都是没用的 孙悟空听不见你的话 更看不见你 更具讽刺的是 她认为她在保护你而战 而且伊诺女士 我发现了一些好玩的事情 似乎你非常喜欢这个塞亚人 甚至愿意为她献祭出灵魂 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 露娜随后表示 自从自己第一次见到 悟空就对她产生了兴趣 而且是通过阿古拉的魔法 她说 在伊诺被杀后 自己会成为悟空的伴侣 更重要的是 她会认为与你伊诺在一起 顺便告诉你 当我在玩逆了孙悟空后 会选择杀了她 伊诺嘴里大声喊道 我不会让你伤害她 伊诺向露娜哭去 两人开始战斗 悟空以为自己的朋友需要帮助 朝着伊诺发动了多次打击 伊诺无法防御 于是 她对悟空使用了囚禁之力 然后痛击了悟空的腹部 悟空被击飞出去 撞上一座巨大的建筑物 打完以后 伊诺给悟空道歉 对不起悟空 但这是必要的 而露娜这里 她准备解决掉伊诺了 正当露娜准备行动的时候 四个伊诺的分身接近了她 这些分身原本在镜子里 他们并不像真正的伊诺那样强大 因为他们 是为了监视大神观而创建的 与此同时 三个伊诺的分身 控制住了悟空 悟空以为自己面对的是 露娜的分身 与此同时 伊诺使用了戒王拳 就在这时 悟空成功地摆脱了分身的纠缠 她迅速出现在伊诺面前 发动了戒王拳 伊诺趁机挣脱 但这也导致了悟空的力量超越了她 这时候 露娜接近赛亚人 以一种挑逗的方式抱住她 道歉说自己太不小心了 当她接近她时 她将大量能量传递给悟空 悟空对着伊诺大神喊叫着 你这个可恶的混蛋 你不但夺走了我朋友们的灵魂 你差点杀了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伊诺听到悟空说她 对她很重要 心里一阵感动 可就在这时 悟空发动戒王拳 然后快速冲向伊诺 在与悟空战斗的同时 伊诺谈论着她所了解的 关于悟空和她的家人的事情 甚至提到 他们共同度过的时刻 然而 伊诺的话语 被露娜的魔法扭曲了 悟空只听到了威胁 挑衅和辱骂 露娜趁着伊诺注意力 都在悟空身上 趁机使用了一个 使伊诺身体麻痹的咒语 随即她嚣张地说道 悟空解决它 悟空开始蓄力 准备发动致命一击 悟空毫不犹豫地 对着伊诺 发出了致命一击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一个能量护照 出现在伊诺身上 挡下了悟空的攻击 露娜难以置信地 看着这一幕 她不相信现在的伊诺 还有这种力量 原来是沉睡在伊诺体内的 巴朵斯的灵魂苏醒了 她接管了伊诺的身体 并把自己的天使之力 与伊诺的魔法之力相融合 爆发出全新的力量 下一秒 伊诺消失在原地 露娜还没有反应过来 伊诺就出现在她的身后 露娜的手臂 也被伊诺斩断 露娜愤怒地喊叫起来 可恶的家伙 你竟敢对我的美丽身体 做这种事 伊诺没有搭理露娜 而是为悟空解除了魔法 悟空注意到 伊诺的外貌发生了变化 他问伊诺发生了什么事情 伊诺将刚才的事情 告诉给悟空 并解释之前迫不得已 对他使用了能量求牢 限制了他的能量 现在自己会为他解除限制 他可以拿出全部力量 对付露娜了 在限制解除的瞬间 悟空感受到 体内还有一股邪恶能量 他现在知道 这是露娜传输给他的 让他用来杀死伊诺的 伊诺出手 为悟空取出邪恶能量 并告诉悟空 现在自己融合了伊诺的魔法之力 有自己在这里 露娜的控制魔法 不会对他起作用了 他可以尽情地战斗了 另一边露娜正在恢复自己的身体 突然之间 悟空闪现到他面前 对着他发射了一发龟派气功 露娜虽然躲避了过去 可他还没有松口气 就见一道人影 对着他发动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露娜定睛一看 又是悟空 只是露娜的手臂还没有复原 重伤之下 他一个人难以对付悟空 悟空则恶狠狠地盯着露娜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因为你 我差点杀掉了我的好朋友 我不会原谅你的 说完之后 悟空再次冲向露娜 这一击让露娜伤上加伤 鲜血从他嘴里流出 露娜开始夸赞悟空做得不错 一个凡人能够对自己造成这样的伤害 话音落下 露娜的手臂终于修复完成了 露娜表示 自己本想跟悟空好好游戏一番 现在看来 自己不得不杀了他 接下来 两人在空中展开激战 与此同时 伊诺的情况也不太好 巴朵斯的灵魂即将再次陷入沉睡 可巴朵斯知道 没有了天使之力的加成 仅凭伊诺无法破除露娜的魔法 那样悟空就又危险了 露娜这边 他跟悟空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了 悟空注意到 露娜的力量在不断增加 如果这样下去 自己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这么想着 悟空当即使出50倍界王拳 露娜也使用了时间魔法 在这个魔法下 露娜的身体每一秒钟 都会老去好几岁 从而她的力量也会快速增长 露娜得意地对着悟空开口 现在你的力量已经被我超越 我的力量还可以无限增加 另外 我必须提醒你 你想要逃走 也是做不到的 因为整个星球都被我的魔法封锁了 悟空听完也笑了 他让露娜别自以为是了 谁说自己要逃跑了 自己要亲手解决掉他 战斗重新开始 悟空和露娜打了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整个星球都因为他们的战斗而颤抖 在战斗中 露娜不断地刺激悟空 他表示 等到伊诺见到他死去的时候 他一定会痛哭流涕的 那场面一定很好玩 悟空生气地告诉露娜 没有人会为自己哭泣 因为自己不会输的 虽然悟空嘴上这么说 可没过多久 悟空就被露娜打伤了 他的力量也在不断衰减 见到这幕 露娜在掌中汇聚出一颗 足以杀死悟空的能量球 孙悟空 我应该感谢你的 因为你陪我玩得很开心 你放心 我会让你 没有痛苦地死去的 就在露娜准备杀掉悟空的时候 伊诺对着露娜 使用了囚禁魔法 这一招可以复制露娜的能量 用这股能量对付露娜 露娜表示 这一招对自己没有用的 然而露娜话音刚落 他发现自己的时间魔法无法使用了 自己的力量在快速减退 这就是巴朵斯的时间之力 混合了伊诺的囚牢魔法产生的作用 想到这 露娜不顾一切地朝着远处跑去 悟空开始瞄准露娜 露娜有些慌不择路了 他开始尝试各种魔法 可惜在伊诺的囚牢控制下 露娜的各种魔法都不管用了 露娜彻底绝望了 一番思虑后 露娜决定先射杀伊诺 因为他也发现伊诺状态很差 只要杀了他 自己就能使用魔法 孙悟空就不足为虑了 瞬间露娜对着伊诺发射能量 幸亏悟空一直关注着露娜 他及时出现 挡下了露娜的攻击 然后悟空快速冲向露娜 紧紧一拳 就让露娜的肋骨粉碎 痛得露娜摔倒在地上 露娜知道自己彻底完了 看着这样的露娜 悟空又开始心软了 伊诺却知道 放骨归山 后患无穷 于是他召唤出弃剑 向着露娜靠近 这时 悟空拦下伊诺 他表示自己想问露娜一些问题 悟空问露娜 自己朋友们的灵魂 为什么没有进入地坞 而是去了阿古拉那里 生死存亡关头 露娜也不再隐瞒 把阿古拉和大神官的交易 说了出来 说完以后 露娜就重伤不治死亡了 伊诺以防万一 用能量把露娜的身体 彻底摧毁了 再做完这一切话 伊诺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以后 他又恢复原来的样子 可他却不记得 刚才发生了什么 悟空把巴朵斯 控制他身体的事情 说了出来 这时伊诺想起了 悟空被控制的时候说过 自己对他很重要 于是伊诺 也准备对悟空躺入心境 他们一起 经历了很多事情 有美好的时光 也有困难的时刻 伊诺告诉悟空 无论在哪里 做什么 和谁在一起 自己都会全心全力地爱着他 听完以后 悟空沉默了 他没想到 伊诺也喜欢自己 不过悟空直言 自己有妻子 有孩子 自己没办法跟伊诺在一起 之后 伊诺想要把自己的身体 交给悟空 可悟空的态度 让伊诺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曾想过用魔法诱惑悟空 可他感觉 这样做事在羞辱悟空 最后 伊诺决定和悟空坦白 他知道 悟空没有办法放下家人 自己理解他 即便有一天 悟空复活他的妻子和孩子 自己也会默默地爱着他 听完以后 悟空尴尬地说道 他没想到 伊诺对自己的感情这么深 虽然露娜说 即便是超级神龙 也无法复活自己的家人 可自己也不想放弃 说着悟空低下头 因为他实在不知道 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 就在这时 大神官出现在伊诺身后 直接一剑穿透了伊诺的身体 悟空看着伊诺大声喊的呼喊不要 大神官却没有丝毫停留 直接一发气功波射出 悟空被迫离开原地 等到悟空回头 他发现 刚刚伊诺的身影消失了 可大神官没有给悟空伤心的时候 直接朝着他冲了过来 愤怒的悟空抓住大神官的手臂 大神官不懈地开口 孙悟空 那个巴朵斯和伊诺 总是多次帮助你死里逃生 现在他们两个都彻底消失了 你这次绝对逃不掉 说完之后 大神官正脱悟空的前置 直接一拳将他击飞出去 随后大神官开始释放全部力量 他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这股力量甚至穿透空间 使得全王宇宙的剩余天使都感应到了 悟空这边 他死死地盯着大神官一言不发 伊诺被杀的场景 在他脑海里一遍遍地重复播放 他们曾经相处的场面 也开始在悟空脑海里浮现 悟空内心身处的愤怒被点燃 突然悟空发出一声强烈的咆哮 震动了整个宇宙 悟空身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大星星 这个生物释放出的力量令人恐惧 即使是大神官也感到一丝害怕 大神官纳闷到底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明明刚才跟露娜战斗的时候 孙悟空还没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很快 白色巨人的力量跟悟空融为一体 悟空靠近大神官 愤怒地开口 我已经失去了对我来说重要的一切 我的家人和朋友 因为你全部都离开了我 我现在唯一拥有就是这身力量 我就要用这股力量杀了你 大神官脸色猙獰的开口 孙悟空 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会活着离开这里 而那个人肯定不会是你 很快大神官与悟空的战斗开始了 两人在空中你来我往 全权盗肉 一时间悟空居然跟大神官打个不相上下 战斗中 悟空露斥大神官不配做宇宙主宰 露娜告诉自己 就是因为她和恶魔做了交易 才会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还有宇宙的亿万生灵 彻底失去了生还的可能 大神官却不想跟悟空废话 她直接对着悟空释放能量波 悟空快速闪动 躲过大神官的攻击 下一秒 悟空出现在大神官身后 准备突袭大神官 然后大神官的身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从新出现的大神官告诉悟空 别以为只有她有爱人和朋友 想当初 自己也有一个挚爱 可是却被拳王亲手消除了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自己就发誓 一定要代替拳王 成为新的万物之主 只有这样 自己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 之后 大神官与悟空再次展开激战 在战斗中 大神官找到剑系 召唤出弃剑 斩向悟空 悟空反应过来后 在掌中汇聚出能量棒 用来抵御大神官的气贱 此时大神官开口 孙悟空 我们可能有相同的感受 只是 你觉得 地球上那些可有可无的存在 会比一个天使的生命 更有价值吗 我不是指维斯 和巴斗斯那两个叛徒 而是他们的女王 我的爱人 这话 让悟空更加生气了 他让大神官闭嘴 他没有资格来评价自己的朋友 说完 悟空开始爆发气息 能量波扩散的冲击力 使大神官后退 紧接着悟空用能量波击中了大神官 随后 悟空闪现到大神官面前 朝他的脸部出拳 同时 大神官的拳头也打在悟空脸上 然而悟空继续进行猛烈的攻击 这一次悟空的攻击压制了大神官 悟空的攻击让大神官痛苦不堪 他被悟空抢二快的拳脚逼得无法反击 下一秒 大神官被悟空击飞出去 瞬间悟空出现在大神官面前 他再次出手 直接打碎了大神官的剑 同时 他的棍子也断裂了 悟空趁机给他又来了一拳 这一拳使大神官重重地撞击到地面上 紧接着悟空朝着大神官不断地发射光波 随着烟雾散去 大神官身上的衣服已经碎裏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悟空 虽然他不想承认 可继续打下去 孙悟空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下一秒 大神官治愈好伤口 他想要跟悟空和谈 孙悟空 你恨我 因为我夺去了那个女人的生命 但要知道 真正应该为他的死负责的是巴斗斯 如果巴斗斯没有背叛我 或者当初他把你交给了我 那个女孩可能还活着 悟空怒视着大神官 不要提到巴斗斯的名字 大神官 不要将你可恶的行为归咎于他 说着悟空开始增强力量 他表示 绝不允许大神官玷污自己的朋友 大神官眼见何谈不成功 他开始将力量集中在手上 制造出一种特殊技巧 来困住悟空 瞬间一个圆圈出现在悟空的脚下 悟空使用瞬间一动躲避了过去 但随后出现了无数光圈 从各个方向包围着他 他最终被困住 身体完全麻痹 见到这目 大神官邪恶的孝者 孙悟空 你的末日来了 说着 大神官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能量球 然后瞄准悟空 他在心里想着 得到孙悟空的灵魂之后 自己终于可以代替拳王 然后复活自己的爱人 悟空仍然被锁链束缚着 但他心里无助地告诉自己 他不能死在这里 如果自己死了 巴斗斯 伊诺 琪切 悟犯 还有悟天和朋友 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说着悟空开始汇聚规派气功 锁链瞬间崩裂开来 紧接着 悟空出现在大神官身后 对着他释放了一发 规派气功 悟空的攻击速度如此之快 大神官无法躲避 他只能被迫发布抵抗 两股能量相撞 迸发出剧烈的冲击 和巨大的爆炸 大神官的身体 在爆炸中化为灰烬 爆炸消失后 悟空抬起头望着天空 大神官 这个结果 是你最有应得的 随后悟空 走向伊末被杀死的地方 他默默地闭上眼睛 开始缅怀伊末 这时悟空突然感受到了 三股气息 他抬头看向天空 看到了拳王和他的护卫 拳王淡淡地开口 刚刚你跟大神官战斗之后 我感觉不到他的气息了 我猜他已经被你杀死了 由于这个世界里 悟空没有见过拳王 所以此刻 他的内心很复杂 而拳王受到了大神官的欺骗 认为悟空是敌人 他试图消灭悟空 拳王没有废话 直接对着悟空 释放了上帝之手 由于悟空特殊的技巧 他并没有被消除 拳王敢难以置信地看着悟空 这是不可能的 他居然没有消失 拳王护卫试图捉住悟空 但悟空速度太快 眨眼间 他出现在拳王面前 悟空默默地对着拳王开口 你完全错了 如果我是你的敌人 那么你现在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拳王护卫对悟空的速度感到惊恐 不过他们见到悟空来到拳王面前 他们不再迟疑 迅速朝悟空发起攻击 但却被拳王阻止了 悟空告诉拳王 天使和大神官 他们才是他真正的敌人 他们计划推翻他的统治 拳王默默想了一会 问悟空到底是谁 悟空看着拳王 我的名字是孙悟空 我是第七宇宙的塞亚人 曾经是巴朵斯的弟子 巴朵斯是一个拥有纯洁心灵的天使 他从未想过杀害你 拳王当即出声反驳 因为大神官告诉自己 巴朵斯和他 还有一个叫伊诺的女孩 他们共同计划杀害自己 悟空拆穿了大神官的谎言 大神官因为记恨拳王 消除了他的爱人 意图杀害他 他暗中与阿古拉达成了协议 试图窃取塞亚人的力量 在说出大神官的真面目后 悟空恳求拳王 帮自己复活伊诺和巴朵斯 因为他们是自己 现在唯一可以复活的朋友了 听到朋友这个词 拳王触动了 因为这是他从未拥有过的东西 于是他决定帮助悟空 之后悟空告诉拳王 超级龙珠在宇宙缝隙中 目前还无法使用 此刻天使们应该正在寻找他们 拳王却摇了摇头 因为天使们不在多元宇宙中 另一边 剩余的几个天使 一边逃亡 一边讨论着 如果拳王没有去见悟空 他们就可以告诉拳王 悟空是巴朵斯的徒弟 他为了给巴朵斯报仇 杀了大神官 可现在拳王知道了一切 他们只能被迫逃跑了 他们也试图寻找宇宙间隙 逃出拳王的多元宇宙 回到悟空这边 拳王想要远程消除剩下的天使 孙悟空说消灭他们 只会将他们送到阿古拉那里去 拳王想了一会 就带着悟空离开了 几分钟后 拳王带着孙悟空 出现在五个天使面前 拳王当即出生怒斥天使 你们一直欺骗着我 巴宇宙 天使科恩还在嘴硬 他让拳王别被孙悟空欺骗了 这个家伙是巴朵斯的徒弟 他们打算颠覆宇宙 科恩还想继续狡辩的时候 拳王封住了他的嘴巴 不过拳王还不解气 他又出手 剥夺了天使们的势力 这下他们都看不见了 接下来是天使的双臂和双腿 天使们还想要求饶 可他们发不出声音 拳王残忍地看着他们 你们居然敢背叛我 还胆敢欺骗我 我会把你们封印在魔法龙器里 既然你们想逃离我的多元宇宙 那我就把这个龙器 扔到宇宙间隙 这样你们永远都可以不用回来了 做完这一切后 拳王带着悟空 回到自己的宫殿里 然后拳王召集了众破坏神 并告诉他们 他发现了大神官与天使 一起夺取自己的王位 并试图偷走孙悟空的力量 幸运的是 那个可怜虫失败了 现在孙悟空将和大家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直到超级龙珠恢复正常 会议结束后 悟空和利吉尔前往八宇宙 与此同时 在多元宇宙中 伊诺的灵魂被捕获 并带到了阿古拉的领域 伊诺看着来人 你好小姐 很高兴认识你 你打算吞噬我吗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我的灵魂味道很糟糕 阿古拉让伊诺不用过分紧张 自己只是把他带到这里 因为那是神腾要求自己的 片刻之后 一个陌生人的出现在这里 他来到伊诺的面前 我不会对你做任何坏事 你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毕竟你的能力 可以分辨对方是否在说谎 伊诺问对方 他到底带自己来这里做什么 对方对伊诺发出邀请 我想告诉你 你来自哪里 谁是你的真正父母 听到这话 伊诺惊呆了 父母这个词语 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那个陌生男人深吸一口气 然后他对着伊诺开口 你是我的妹妹 你的真名叫神会 顿时一种莫名的情绪 涌上伊诺的心头 伊诺不知道该说什么 现在他明白了 为什么他觉得这个男人 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呢 随后那个男人告诉伊诺 他们的父亲和母亲 被两个因为嫉妒他们 而背叛他们的神 给囚禁起来 他们曾经为拯救他们 奋力抗争过 但没有用 那时候他们只是孩子 力量太弱小了 最后 他们两个被迫分开 不仅如此 被送到其他为人 在传送中 他们还失去了记忆 男孩经过千辛万苦 成功地恢复了记忆和力量 然而伊诺没有那么幸运 他只恢复了自己的力量 但他的记忆却没有恢复 之后 男孩告诉伊诺 自己叫神腾 他们的母亲叫金娜 他们的父亲叫神妾 神腾给伊诺详细描述了 父母的外貌 最后 神腾邀请伊诺 跟他一起解救父母 他说 他最大的愿望 是看到家人团聚 来到八宇宙里 利吉尔惊叹 悟空居然能打败大神官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于是他摆出战斗姿势 孙悟空 你介不介意 让我见识下你的力量 对于这种要求 悟空当然不会拒绝了 当即悟空 变身为超级赛亚人 阿尔法形态 一场友谊赛就此展开 悟空对付利吉尔 并没有使用全部力量 否则他瞬间就能杀掉利吉尔 虽然利吉尔为他们的战斗 挑选了一颗神力加固的星球 但战斗开始不久后 这颗星球就被完全摧毁 悟空知道战斗该结束了 于是他开始增加一些力量 正好可以压制利吉尔 被打败后 利吉尔不住地赞叹起来 这股力量 不愧是打败大神官的男人 这时悟空来到他跟前 伸出手来拉扶利吉尔 悟空称赞利吉尔 打得也很不错 这时 一道声音传入他们的耳中 声音表示 他也同意悟空的观点 见到女人 界王神惊讶地表示 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利吉尔也没想到 自己堂堂破坏神 连对方靠近自己的领地都没发现 随后那女人说道 有人想要邀请悟空先生聊一聊 利吉尔打断了他 想让他先介绍下自己是谁 女人笑着说道 利吉尔真是一只有礼貌的狐狸 然后女人告诉利吉尔 自己叫阿古拉 听到这个名字 悟空想起来露娜的话 他就是跟大神官合作 想要偷走自己灵魂的人 悟空当即变身 他质问阿古拉 现在大神官都已经死了 他还没有放弃偷取自己的灵魂吗 阿古拉让悟空放心 自己这次来 不是偷取他的灵魂的 而且自己跟大神官之间的协议 也随着他的生死而作废了 悟空更加疑惑 他质问阿古拉 这次来到底有什么阴谋 阿古拉告诉悟空 这次来 只是为了告诉他一件事 等到他极其超级龙珠后 他可以许愿复活地球和他的家人了 听到这话 悟空内心激动不已 只是他不明白 阿古拉为什么愿意帮助自己 阿古拉透露 他的好朋友伊诺 正和神腾在一起 这一切都是伊诺的请求 因为伊诺正是神腾的妹妹 悟空虽然不知道神腾是谁 可他清楚 他一定是个厉害人物 不过悟空很惊讶 因为露娜说过 灵魂被阿古拉吞噬之后 是无法被解救出来的 阿古拉说 这是神腾妹妹的请求 他无法拒绝 但释放灵魂 对自己来说 确实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他不想再遭受第二次这种痛苦 说完之后 阿古拉就离开了 就在悟空把一切事情 都告诉给拳王后 拳王建议 将地球重建在八宇宙 很快几个月过去了 终于可以使用超级龙珠 伊诺 巴朵斯和地球 已经地球上的人都恢复了 之后 拳王给巴朵斯道歉 因为之前悟性了大神观 所以伤害了他 随后 拳王还问巴朵斯 愿不愿意代替他的父亲 成为新一任的大神观 巴朵斯想了一会 他表示想让自己 成为新的大神观 需要他做出一个承诺 那就是 以后再也不会因为琐碎小事 而消除其他宇宙 拳王欣然接受了 巴朵斯提出的条件 另一边 因为自己也曾经有过私心 选择不释放他们的灵魂 成为悟空的妻子 并与他一起生活 但那样做 自己的良心会有负罪感 而且自己害怕 如果悟空发现了这件事 而彻底跟自己决裂 之后 伊诺祝福悟空 现在他可以回到他的家人身边 过上幸福的生活 就在这时 神腾出现在悟空面前 孙悟空 谢谢你对我妹妹的帮助和保护 我之前不知道我妹妹还活着 给你带来了一些伤害 请原谅我 悟空听完大方的伸出手 要跟神腾握手 他让神腾不用客气 希望以后 他们可以成为好朋友 不过悟空有点好奇 为什么阿古拉 需要吞噬灵魂 神腾告诉悟空 灵魂就是阿古拉的食物 为了生存 他只能这么做 在说完一切后 伊诺上前亲吻了悟空 他告诉悟空 自己的真名是神会 是金娜和神车的女儿 不过悟空要是喜欢 可以继续叫自己伊诺 伊诺随时欢迎悟空 来自己的世界里找自己玩 而地球上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就好像比鲁斯 从未摧毁过地球一样 阿古拉抹去了 他们所有的记忆 所以他们不记得 他们曾被死神吞噬 悟空回到地球 重新见到了他的家人 奇奇看到他的悟空 非常高兴 但这时 大家注意到巴朵斯 纷纷问他是谁 为什么他看起来 像一个与破坏神 在一起的家伙 悟空给大家介绍巴朵斯 随后悟空告诉他的朋友们 发生了什么事 有些悟空不记得的细节 都由巴朵斯补充完整了 听完这些以后 奇奇走向天使 对他表示感谢 感谢他为悟空 这时悟空告诉大家 他还得到了一位 名叫伊诺的半神的帮助 布马问伊诺在哪里 为什么他没和他们一起来 巴朵斯知道 伊诺喜欢悟空 所以看到奇奇与悟空在一起 对他来说 是非常痛苦的 巴朵斯撒谎说伊诺 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 所以没有来 这时布马提出 他想要见一下伊诺 并为他举办一场排队 用来感谢他 雅木查问 悟空伊诺长得漂亮吗 悟空毫不犹豫地 说他确实很漂亮 突然被吉塔 非常恶火地说够了 别再和卡卡罗特废话了 卡卡罗特 让我看看你的变身 现在展示给我看 片刻之后 悟空变身成了 超级赛亚人阿尔法形态 这个变身震惊了所有人 在宴会结束后 被吉塔让悟空不用得意 虽然他现在超越了自己一点 可自己马上会赶上来的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奇奇又要求悟空重彩 悟空觉得很无聊 于是他让巴朵斯 带自己去找伊诺 到了之后 众人都很高兴 可过了没议会 巴朵斯就要离开 神藤立马阻拦巴朵斯 请求他在这里多待一会 巴朵斯表示自己 要去旅行大神官的职责了 等到有时间会 再来看他们的 一旁的阿古拉 看着神藤 对巴朵斯谗媚的样子 非常的嫉妒 阿古拉一直想要成为神藤的妻子 可神藤只把他当做妹妹 怨气无处发泄的阿古拉 找上悟空 表示自己 也想见识下他的力量 悟空当即答应下来 他老早就为没有对手 而寂寞难耐了 伊诺担心的问悟空 有把握对付阿古拉吗 他可是非常强的 悟空不在乎地表示 这种事 只有打完以后才能知道 不过自己会全力以赴的 悟空变身阿尔法形态 准备出手的时候 可爱的阿古拉 突然变成一个巨大的怪物 悟空脸色突变 一时间忘记了反抗 等悟空反应过来后 他被阿古拉抓住头部 阿古拉对着悟空的脸 发射一发能量弹 瞬间一股剧烈的爆炸 从悟空身上发出 一旁的伊诺剑撞 当即出手 为悟空阻隔能量 就在他出手的瞬间 他的魔法就被阿古拉打断 阿古拉从他身后出现 只用一招将他击倒在地 撞碎地面 此时悟空从爆炸中站起 当他准备攻击女神时 阿古拉朝着他的肚子 就是一技飞踢 这一脚让悟空难以承受 他被打飞到半公里开外 一路上的岩石 山脉和树木 全部被悟空撞碎 他经过的地方一片狼疾 随着烟雾散去 悟空满脸是血 他心里不住的惊叹 就是一个小朋友 就在悟空这么想着 阿古拉又是一脚 踹向悟空的后脑勺 血液从悟空身上流出 他的视线已经变得模糊 他的身体多处骨折 目前为止 阿古拉仅仅出了三招 可悟空不认输 他站起来释放了惊人的能量 悟空试图攻击阿古拉 然而他的攻击 却被阿古拉轻松赏过 阿古拉看悟空的眼神 就像再看一个战武渣 即便悟空再不服气 可他知道 阿古拉的速度 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解 接下来 悟空单方面的挨揍 仅仅三秒钟 悟空就被打回常态 倒在地上 阿古拉告诉悟空 这些攻击 只是给他一些小小的教训 算是为自己的仆人露娜出一口气 悟空在心里怒吼起来 他必须超越自己的极限 而阿古拉这边 那个魔鬼形态的灵魂被召唤出来 阿古拉并不是在开玩笑 他告诉悟空 如果他无法抵挡自己的这次攻击 自己真的会杀了他的 并且阿古拉开始嘲讽悟空 这就是当初 自己为什么派露娜去追踪他 因为如果 是自己去的话 他恐怕连一分钟都坚持不了 说完以后 阿古拉就对着悟空发动了攻击 悟空让阿古拉别小看自己 说完悟空怒吼起来 汇聚起全身气息 发射了一道龟派气功 阿古拉刚想说 这股能量简直是垃圾 可突然 他被一股能量束缚住 阿古拉抬头一看 自己居然被悟空召唤出的大猩猩握在手里 一开始 阿古拉还没把悟空的束缚放在眼里 他试图用各种方法摆脱束缚 直到最后他才发现 自己无法从大猩猩的前置中逃脱出来 下一秒 大猩猩一发嘴炮 射向了阿古拉 被嘴炮攻击后 阿古拉的身体没有消失 还意外地燃起了火焰 阿古拉在火焰中哀嚎 悟空看着这一幕 没有了往日的善良 反而露出一丝邪恶的笑容 他让阿古拉不要低估自己 说完之后 悟空对着阿古拉发射了一道能量波 这次攻击 使阿古拉受到了重创 一旁的神腾见到真目 不但没有治愈阿古拉 反而嘲笑着他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如此狼狈 片刻后 阿古拉恢复了 他向悟空表示祝贺 因为他刚才的那一招 成功消灭了二宇宙40%的灵魂 悟空有些无法理解 阿古拉解释说自己吞噬的灵魂 会一直居住在自己体内 而自己身体所受到的伤害 需要消耗灵魂才能恢复 阿古拉接近悟空对着他说道 孙悟空 我没看错 你体内还蕴含着相当大的力量 只不过你过于仁慈 才无法发挥出来 想象一下 如果我是你的敌人 你为了击败我 你必须消灭我体内地球上的人们 问题是 你有勇气抹杀他们吗 听完以后 悟空沉默了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许久之后 悟空才开口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释放他们 但如果不可能的话 尽管那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但我会结束你的生命 这时伊诺过来安慰悟空 我告诉你 阿古拉每天都在进行训练 但这是自己第一次看到 他受伤流血 随后伊诺开始祝贺悟空 他在刚刚的战斗中又突破了 但看到悟空依旧无法释怀 伊诺告诉悟空 自己知道消灭生命的感觉 如果他实在难受 自己可以好好开导他一番 几个小时后 伊诺告诉悟空 自己给他准备了一间屋子 如果他累了 可以在里面休息 说完以后 伊诺主动提出带他去那里 然而悟空却向在这多待一会 好好清醒一下 神腾让伊诺先离开 自己会跟悟空好好聊聊的 等到伊诺离开后 神腾告诉悟空 伊诺曾经告诉过他 自己和他的父母被杀害了 他们的仇敌也早就被消灭了 但事实上 伊诺撒谎了 他们的仇人还活着 他们的父母也活着 只不过自己的父母被敌人关起来了 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拯救自己的父母 果然这话一出 悟空的注意力当即被吸引到这上面 他问神腾伊诺 为什么要对自己隐瞒这么重要的事情 神腾告诉他 伊诺之所以不说 是担心悟空会参与进来 因为他们的敌人太强大了 强大到即使自己 伊诺和阿古拉联手也不一定能打得过 而且任务一旦失败 他们三个会被敌人从这个世界上抹除掉 听完这些话后 悟空才知道伊诺的用心良苦 可悟空是个热心肠 他当即问神腾 他们的父母被关在什么地方 神腾说 他们被关在另一个维度里 那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那里的时间流速跟这个世界不同 那里的一小时相当于地球上的七小时 说完之后 神腾让悟空为自己保守秘密 因为伊诺再三警告他 不能把这些事告诉给悟空 因为伊诺希望悟空跟他的家人 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而神腾之所以选择现在告诉悟空真相 一方面是想要转移悟空的注意力 但更多的是 在刚刚的战斗中 悟空在生死关头爆发的力量 让神腾看到了希望 他也觉得悟空体内 还蕴含着更加强大的力量 他想得到悟空的帮助 说到这 神腾提到 悟空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神灵的转世 这就是为什么 当初他被比鲁斯杀死后 他的灵魂没有消失 也没有来到阿古拉这 此外 神腾提出悟空的力量被封印 而那些经常出现的白猿 只是他前世的一缕灵魂化身 当悟空变身成为超级赛亚人之神后 封印开始变得越来越弱 后来在他的战斗中 那些封印逐渐破裂 根据神腾的推断 目前悟空身上的封印 只剩下两个等待破除 一旦破除悟空 将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说完之后 神腾看着悟空 想要等他的主动开口 但半天悟空都没有反应 于是他干脆直接挑明了 他恳求悟空能帮助自己 不过神腾也提醒悟空 但如果他选择与自己同行 很可能不是对方的对手 死在对方手里 而且就算能赢 等到回来的时候 他的家人很可能已经老了 甚至去世了 神腾让悟空冷静思考下再做决定 不一会 悟空开口了 他答应了神腾的请求 听到这个 神腾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感谢悟空 并开始跟悟空谈慕心声 自己和妹妹伊诺被分开时 失去了记忆 他被送到了这里 当初他几乎被阿古拉吞噬 但幸运的是 自己因此释放了力量 靠着这股力量 自己跟阿古拉成为朋友 但不幸的是 自己的妹妹伊诺 成为了一个奴隶 遭受了很多苦难 所以 在找到伊诺后 神腾发誓 会尽一切努力 让他幸福 悟空似乎没有听懂神腾的意思 他只是表示 自己会训练 争取早日释放隐藏的全部力量 在离开之前 他们一行人去了地球 首先见到了悟空的妻子和儿子 伊诺面对琪琪 表现得很有善 之后 大家一起去了胶囊公司 正如之前承诺的那样 布玛开始为伊诺准备派对 只是当布玛知道 阿古拉是死亡女神时 他有些紧张 几个小时后 悟空的所有朋友 都聚集在一起 龟仙人看到了漂亮的阿古拉 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了 立马就要瑟瑟 布玛警告他 阿古拉可是死亡女神 如果他生气了 他可以吞噬他的灵魂 另一边 雅木查看见了伊诺 突然他就待在了原地 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 自己的心跳 因为一个女人而加快 雅木查今天终于知道 自己为什么存在了 就是为了等待伊诺 他鼓起勇气和他搭讪 他表示 悟空之前说的居然是真的 他一直以为悟空是个武痴 对这方面一窍不通 伊诺问他 悟空说了什么 雅木查表示 悟空说他很漂亮 雅木查接着说道 你比我想象的更漂亮 说完之后 雅木查不好意思地开口 他说 他不习惯对一个女孩 表达自己的感情 但与伊诺在一起 他感觉很放松 可以毫无顾虑地 说出自己的感受 他告诉伊诺 自己爱上了他 并问伊诺能不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自己想要跟他一块逛街看电影 但伊诺立刻拒绝了他 不过伊诺表示 既然他是悟空的朋友 但他应该是个不错的人 他们可以成为朋友 雅木查伤心地说 没关系 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另一边 大家与伊诺和阿古拉相处得很好 当派对接近结束时 悟空说 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自己会帮助伊诺和他的兄弟 解救他们的父母 不过 自己去的地方 时间流逝地与地球不同 因此 当他回来时 地球上可能已经过去了许多年 不过 这是自己找到的唯一方法 能够报答伊诺 将大家从死神身体中解救出来 悟空还特别强调 如果大家继续留在死神体内 可能在战斗中被消灭 即便悟空这么说 可琪琪知道 他又要跟强大的敌人战斗后 他公然表示 不想让悟空离开 这话一出 现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神腾觉得有些尴尬 他认为 大家最好离开 伊诺当即明白了一切 他开始怒骂神腾 自己告诉他 不要对悟空说任何事情 伊诺话音刚落 琪琪突然攻击伊诺 琪琪大声斥责伊诺 说这都是他们的阴谋 他们知道 悟空是不知道拒绝的好人 所以在对他道德绑架 至于他们 被关在死亡女神体内 然后被释放出来 这显然 都是他们一手谋划的 眼见自己被这样误解 伊诺只能把从地球 被摧毁到现在发生的一切 再次诉说了一遍 一旁的布马 呼喊琪琪不要再胡闹 他说他相信伊诺 但琪琪还是不依不饶 他一开始就不喜欢她 一旁的阿古拉看着琪琪 他无奈地表示 没想到悟空居然有这么一位妻子 真的是为难他了 这时悟空终于出生了 他生气地对琪琪说够了 伊诺没有蛊惑自己 他再一次郑重地告诉琪琪 当自己快要被天使们杀死时 是伊诺救了自己的命 如果不是他帮助自己 在场的所有人都会死 悟空要求琪琪向伊诺道歉 听到悟空的指责后 琪琪终于冷静下来了 他知道自己过激了 他其实不是真的想要重伤伊诺 他只是不想悟空再离开自己了 另一边的伊诺却在此时开口 他希望跟悟空断绝关系 以后不要再来往了 悟空以为伊诺还在生琪琪的气 他试图为琪琪辩解 他想说琪琪本质上是一个好人 可伊诺却坚决地表示 要跟悟空断绝关系 并表示当初就他只是因为巴朵斯 自己对他没有什么感情 希望他注意分寸 以后自己的事情 他不要再过多地参与了 说完之后 伊诺就跟大家告别 离开了这里 不过悟空却没有生伊诺的气 是某位神明的转世 为了帮助伊诺拯救父母 悟空决定要开发出体内的全部力量 伊诺感谢他帮助自己 不过伊诺还是让悟空想清楚 他希望他还是能够留在地球上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悟空的幸福 然而 悟空选择和伊诺在一起 悟空表示 和他在一起感觉很好 伊诺再次敞开心扉 他问悟空 之前大神官袭击自己时 他说过自己是他重要的人 伊诺想表达 对于自己也是一样 孙悟空是自己最重要的人 如果有可能 伊诺说他愿意付出生命的 也跟悟空在一起 但悟空只是微笑着 没有回应伊诺 第二天 伊诺打开了他以前 与悟空一起训练时 制作的次元空间 悟空和神腾进入了时间室 目标是打破封印着他 超凡力量的封印 只有当他的力量释放出来时 才能离开准 于是他们开始了他们的训练 在这个时光屋里过去15年 外面才过去一天 渐渐的 外面30天过去了 60天过去了 90天过去了 120天过去了 悟空没有离开时间室 换算成时光屋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1800多年 突然间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 炸裂了空间 伊诺惊讶地看着重新出现的悟空 他难以置信 由他创造的维度 无法承受住悟空释放出的力量 与此同时 神腾发出疯狂的笑声 他喊道 果然不出我所料 超级塞亚人至高无上之力降临 我们会战胜一切 阿古拉也差一步 这简直像是在开玩笑 悟空超越了自己的力量 感受着悟空的力量 现在阿古拉确信 自己已经不敢与他再次战斗了 阿古拉让伊诺尽快修复时间室 自己也需要尽快进入 伊诺说 他至少需要四天 来建造一个新的时间室 悟空走进伊诺 说你不需要这么费劲 在几秒钟内 悟空创造了另一个时间屋 伊诺呆呆呆地看着悟空 他感觉悟空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之前的悟空是亲切的 但现在的悟空充满了威严 这时 阿古拉走进悟空 说悟空变得非常迷人 如果他不是伊诺喜欢的男人 自己会用魔法 获得悟空一晚上 听到这话 一旁的伊诺 着急地让阿古拉闭嘴 然后将他带到时间室 之后 神腾让悟空可以趁这段时间休息一下 自己也要离开一段时间 悟空问他去哪里 神腾表示 自己要去找巴朵斯 他肯定非常想念自己 而悟空开始冥想 接着过了60天 伊诺和阿古拉也离开了时间室 伊诺和阿古拉都把力量开发到极限了 阿古拉看着悟空 现在他知道了悟空的可怕 因为他释放了全部力量 但仍无法摧毁时光屋 现在他真希望能够拥有悟空那样恐怖的力量 之后神腾宣布 明天日出时 他们将启程 在夜晚 伊诺来到悟空的房间 坦白自己非常害怕死亡 悟空安抚他 让他相信自己 自己会在保护他的 不会让他受到任何伤害的 第二天 神腾打开了通往关押他父母空间的通道 他们刚到达那里 就被发现了 那个时空的神明知道是神车的孩子们来了 不过他讥讽对方 简直不自量力 居然想从自己手里救人 不一会 一个女神出现在悟空等人面前 神腾和伊诺干得不错 他们的力量提升了不少 还带来了伙伴 不过女神觉得 神腾跟悟空他们不是真正的朋友 不然不会让他们来送死的 神腾怒视对方少看不起人了 这次自己一定会把他们都杀掉 阿古拉率先发动攻击 这一击让女神很惊讶 对方居然能击中自己 阿古拉只是讥讽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神腾表示 这个女人交给自己和阿古拉 让悟空和伊诺去拯救自己的父母 悟空根据伊诺的指引 使用瞬间移动来到一个地方 悟空从这里感受到了伊诺父母的气息 他之所以会知道 伊诺父母的气息 是神腾利用魔法让悟空了解的 等他们走进房间 却发现 这个房间是通往另外一个次元空间的入口 悟空没有犹豫 直接走了进去 刚进去 悟空发现自己和伊诺失散了 而且 那道空间入口就消失了 很快另外一个女神就出现在悟空面前 女神一出现 就怒斥悟空扰乱了这里的清静 他需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悟空问对方是谁 对方告诉悟空 自己是太阳女神 而另一边 伊诺也遇到了一位女神 他自称是月亮女神 跟太阳女神是亲姐妹 伊诺向月亮女神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月亮女神很高兴 因为伊诺的母亲是创造女神 只是月亮女神疑惑 据他所知 伊诺应该已经死了 伊诺简单说了下自己的事情 并告诉月亮女神 自己是来拯救母亲的 一听到这话 月亮女神脸色变了 他表示不能释放伊诺的母亲 因为他母亲一旦被放出 这个宇宙中 由他的力量创造的所有世界 都将被摧毁 这些世界是指那些在伊诺母亲 被囚禁期间被创造的世界 月亮女神的家族 利用了伊诺母亲的力量 创造了新的世界 而他们家族 就成为这个世界里 万人尽养的神族 伊诺直言 他对这些星球不感兴趣 唯一重要的是 让自己的母亲离开这个地方 伊诺看着月亮女神 说他看起来并不像一个邪恶的女神 但如果他要阻止自己释放母亲 自己就会跟他开战 然后伊诺是放了自己的力量 下一秒战斗开始 两人的速度非常快 伊诺找到机会 击中了月亮女神 然后汇聚一发气功波射向他 很快巨大的爆炸 从月亮女神身上发出 只是伊诺觉得对方还活着 随着烟雾散去 月亮女神果然毫发无伤 他用能量屏障保护了自己 月亮女神告诉伊诺 自己必须阻止他 因为自己是新创造世界里的女神 那些生灵尊敬自己 供奉自己 自己不能因为他的母亲 而摧毁这一切 月亮女神迅速向伊诺冲去 伊诺感到吃惊 起初 他以为自己能轻易击败对方 但没想到 月亮女神实力如此强大 他们陷入激烈的肉搏战中 即使伊诺竭尽全力 也无法对月亮女神造成任何伤害 而且 他的魔法对对方也不起任何作用 随即伊诺被击飞 另一边 悟空面对太阳女神 他提出 如果对方帮助自己 自己不会伤害她的 然而太阳女神拒绝了 他声称自己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沉迷 不仅如此 太阳女神坚信自己会获胜 并表示 悟空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下一刻 两人爆发战斗 太阳女神非常敏捷 能够躲避悟空的攻击 他看到了杀死他的机会 但悟空却从他身后出现 一拳将他击落 重重地摔落在地面上 荡起阵阵烟雾 悟空落在太阳女神面前 太阳女神知道自己 低估了悟空的能力 然而 他告诉悟空 自己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自己可以战斗数小时 数天 甚至数年 也不会劳累 眼见对方如此执着 悟空瞬间汇聚能量弹 从他手中发出 但他的目标 不是太阳女神 而是天空中的三个太阳 这是太阳女神的充电宝 可以让太阳女神 有无限体力和能量 见到这一幕 太阳女神直接待在原地 悟空笑着问太阳女神 现在他最大的依仗没有了 不过自己还是那句话 如果他愿意投降并帮助自己 自己不会为难他的 然而太阳女神开始释放他的力量 他非常愤怒 他怒斥 悟空不讲武德 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另外 他让悟空不要小看自己 女神向悟空冲来 他对着悟空 使用了他的绝招 灵魂切割之认 如果悟空被这个技巧击中 他的身体和灵魂 都会受到重创 在攻击悟空的同时 他心想 我的子民信任我 我不能辜负他们 但是 太阳女神突然感受到了 他的手臂 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太阳女神的双手被切断 他感到恐惧 他从未想过 自己会以这种方式受伤 悟空手中汇聚出气刃 他告诉女神 如果他接受了自己的提议 他就不会陷入这种境内 随后 悟空说 他会先砍掉他的腿 然后进行最后一击 悟空问女神 现在知道后悔了吗 女神彻底陷入了恐慌 他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完全被吓坏了 他还威胁太阳女神 如果他不投降 自己就会斩断他的双脚 然后让他在痛苦中死去 太阳女神受了重伤 而女神开始思考 他能做什么 向他懦夫逃跑吗 还是像个战士一样死去 他选择了后者 尽管恐惧万分 他还是决定继续战斗 他试图用腿攻击悟空 但毫无用处 女神被悟空一拳打飞 悟空对着他伸出手来 这将是最后一击 这也是你最后的机会 帮我解救伊诺的父母 我就放了你 女神回答 说他不能这样做 因为伊诺母亲是创造之神 这样做那些通过创造女神的力量 创造的世界将会崩溃 悟空问是否有方法 可以解救伊诺的父母 而不破坏这些世界 女神说没有 于是悟空开始汇聚能量 准备杀掉他 而太阳女神因为害怕死亡 最终选择了逃跑 他逃到他母亲身边 而他的母亲 就是跟神腾和阿古拉战斗的 那个女神戴斯 只是目前交战的只剩下阿古拉 不知道神腾去了哪里 太阳女神告诉母亲 他失败了 他请求母亲原谅自己 戴斯说 你不需要道歉 你已经尽力了 所有的错都是我的 我本应该更多的训练 就在这时 悟空寻着太阳女神的气息 顺移了过来 他二话不说 上前直接结果了太阳女神 当戴斯亲眼看着女儿被杀 他一时待在原地 阿古拉抓住机会 重创了戴斯 但在杀掉他之前 阿古拉告诉他 他女儿的灵魂在自己体内 如果他想要他女儿的灵魂存活 就最好投降 听到这话 戴斯完全丧失了战斗意愿 他选择了投降 阿古拉杀死了戴斯 随后吞噬了他的灵魂 阿古拉开口说道 现在我们手里也有两个人质了 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投降 或者交换人质 以此救出神藤的父母 悟空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就在这时 阿古拉跪了下来 表情十分痛苦 他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 悟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阿古拉表示 吞噬戴斯的灵魂是个错误 他告诉悟空 神藤刚才离开了 希望悟空能代替自己告诉神藤 自己一直爱着他 说完之后 阿古拉的身体被火焰所吞噬 片刻后 他的身体转化为戴斯的样子 他冷冷地说道 那个愚蠢的阿古拉 以为他能够控住 我之所以选择被他吞噬 就是为了拯救我的女儿 随后他看着悟空 声称悟空在自己面前 杀了自己的女儿 这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说完 悟空和戴斯开始战斗 只是很快 戴斯就陷入烈士 戴斯无法相信这一切 自己可是战争女神 可自己正在输掉这场战斗 悟空大声吼叫着 因为他们 伊诺才会拥有悲苦的命运 为了伊诺 自己一定会杀了他们的 戴斯看着悟空 他觉得 对方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只有一个解释 他必定是 某位神明的转世 为了打败他 戴斯把悟空带到自己的领域 下一秒 两人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改变 戴斯说 在这个领域里 他会变得更加强大 战斗将会非常激烈 然而 即使在戴斯的领域中 悟空依旧占据上风 戴斯召唤出 他最强大的神器攻击悟空 但悟空躲避了所有的神器 并且瞬间闪现到戴斯面前 一剑砍下了战争女神的头颅 然后悟空使用 哈卡尔彻底消灭了戴斯 于是母女两人从世界上消失 与此同时 在月亮女神的世界 伊诺陷入困境 月亮女神告诉他 就像你爱你的家人一样 我爱上了你母亲创造的凡人们 所以 我会尽一切努力保护他们 月亮女神让伊诺做好准备 自己要使用最强攻击了 说完月亮女神 就朝着伊诺 发射了一发能量光波 伊诺也发波跟他对抗 月亮女神让伊诺放弃抵抗马 等到这一切结束后 他会想办法 找到伊诺和他哥哥的灵魂 然后安排他们重新投胎 那样 他们就会失去现在的记忆 从而作为一个平凡人生活 不过月亮女神让伊诺放心 自己会为他 安排一户好人家 让他重新拥有幸福的家庭的化生活 算是自己替自己的家族补偿他的 伊诺嘴里也怒吼着 他不允许月亮女神这么做 自己的记忆 不管是痛苦的也好 是快乐的也好 那都是属于自己的记忆 不允许任何人触碰他 今天 我们终于迎来龙珠超新神的大结局了 上集说到 伊诺在跟月亮女神对波 但是在月亮的助力下 月亮女神的能量是无限的 伊诺很快败下阵来 然后他急忙召唤出防护罩 伊诺使用能量护盾 躲开了月亮女神的攻击 他向敌人发射了数股能量 月亮女神对伊诺的攻击不屑一顾 但当他意识到 月亮被伊诺趁机摧毁时 月亮女神感到几倍发凉 他受到了伊诺的数次攻击 月亮女神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能击中自己 而且还把自己打流血了 但这对伊诺来说不算什么 他不屑地看着月亮女神 没有月球的力量 你什么都不是 月亮女神也意识到 当自己有月亮当充电宝的时候 伊诺的魔法对自己不起作用 但如果月亮被破坏 伊诺的魔法就能重伤自己 知道自己五路可走的月亮女神 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次攻击中 伊诺却让月亮女神也白费力气了 自己的能量求牢 可以复制她的能量 然后用这股能量来对付她 她释放的能量越强 对自己的反噬也就越大 说完之后 伊诺就准备走 因为她不想在月亮女神 这浪费太多时间 下一个 伊诺闪现到月亮女神身前 月亮女神的腹部被伊诺刺穿了 她的身体消失在黑暗中 见到这一幕 伊诺不禁感叹起来 月亮女神有一颗善良的心 但不幸的是 为了拯救自己的母亲 她不得不死 之后伊诺设法与悟空联系上了 她告诉她 自己打败了月亮女神 她还告诉悟空 即使月亮女神被打败了 可自己依旧找不到出去的大门 不过伊诺让悟空不用担心 自己会继续尝试的 随后伊诺问神腾的战斗进行的如何 自信满满的神腾表示 悟空刚刚打败了战争女神和太阳女神 她们分别是月亮女神的母亲和姐姐 自己现在跟她会合了 有了悟空的帮助 她们很快就能一起庆祝胜利 此时在另一个监狱里 关押着一个美丽的女神 正是伊诺的母亲 她能感觉到她的孩子们的存在 她此刻非常开心 自己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 成为了勇敢的战士 伊诺这边 她全速前进去寻找她的母亲 突然一道声音传入她的脑海 那正是她母亲创造之神金娜的声音 听着这声音 慢慢地伊诺恢复了记忆 母亲问伊诺这些年过的怎么样 伊诺讲述了自己失去记忆 并成为奴隶的经历 那时候 她天天都希望 父母能把自己从那个地狱中解救出来 但那一天从未到来 之后她就认为自己被父母抛弃了 母亲告诉伊诺 自己在这里的 每一天都在想她和她的哥哥 伊诺说神腾也来了 金娜问伊诺 她哥哥在哪里 伊诺说她 为了拯救她而奋斗 随后伊诺问母亲 怎么救她出来 金娜表示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抽取自己的力量 除非解除封印 否则她无法自由移动身体 伊诺试图打开传送门 救她妈妈出来 但她做不到 金娜告诉伊诺 那两个卑鄙小人 制造了一个封印 把自己和丈夫关在里面 想要解除封印 必须要先打败他们 伊诺表示 战争女神已经被打败了 现在只剩一个人了 来到悟空这里 神腾非常感谢她 因为现在只剩下一个坏蛋了 打败她之后 就可以解救自己的家人了 对面的神明精听到他们的话 没有任何的愤怒 反而笑着夸赞他们做得好 他们为自己杀了妻子和女儿 神腾表示 金是个变态吧 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被杀了 还在这谢谢自己 不过神腾很快就反应过来 不管这个金是什么东西 自己今天都要送她下地狱 金此时才冷哼一声 她问神腾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居然想打败自己 神腾让她别虚张声势了 说着就攻向金 只是一番交手后 金告诉悟空和神腾 他们对自己造成的90%的伤害 都转移给神腾的妹妹伊诺身上 眼见他们不幸 金当即把伊诺的影像传了过来 这时候金才说出自己的阴谋 当初她在流放神腾和伊诺之后 就担心他们不会死 所以特地在他们身上都下了诅咒 只是神腾觉醒力量比较早 破除了诅咒 可伊诺力量觉醒得太晚了 诅咒已经与她融为一体了 所以如果他们想要杀了自己 就得先杀了伊诺 这时伊诺联系悟空 他让悟空不用担心自己 快点集中力量杀了金 悟空试图追踪伊诺的气息 用瞬间移动过去拯救她 但让悟空惊讶的是 他现在居然没办法离开这个空间了 金开始讥讽悟空 别浪费力气了 在他们跟自己妻子和女儿战斗的时候 自己就看清楚他们的能耐了 所以自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他别想离开这里 神腾听到这话 大骂金就是一个懦夫 有本事 他就堂堂正正跟自己打一场 有本事就对自己出手 眼见悟空和神腾都不动手 金当即对着他们发动了绝招 这一招让悟空和神腾都受了伤 直到这时 金才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他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让创造女神金娜 成为自己的妻子 只不过 他一直不知道 怎么除掉自己的妻子这个绊脚石 现在他们帮助自己除掉 所以自己才感谢他们的 至于太阳女神和月亮女神 金觉得他们两姐妹就是一个废物 等到金娜成为自己的妻子 他们能孕育出世界上最完美的孩子 说到这 金让神腾和悟空放心 自己不会杀了伊诺的 因为自己会抹去伊诺的记忆 让她成为自己的奴隶 供自己享用 母女两个人都在自己身边 光是想想 就让金安娜不住的兴奋 悟空大骂金 就是一个大变态 而另一边 月亮女神居然没有死 她在被伊诺中伤后 利用黑夜掩护了自己 她本来想等恢复伤势后 出去帮助父亲的 可她却听到了金的话 她听着父亲说的每一句话 她的话对她的伤害 比伊诺给她的所有打击都大 请求对方照顾好这个宇宙中的生灵 这是她唯一的请求 金娜保证她会照顾好他们的 悟空这边 她和神腾都受了伤 可他们却没办法对金反击 只能不断地承受着 她对自己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 金完腻之后 准备对他们进行最后一击 关键时刻 金被她的女儿击中要害 月亮女神告诉悟空和神腾 他们现在可以发动反击 自己刚才那一击 已经阻断了金和伊诺的联系 现在她的伤害不会转移了 不过必须抓紧时间 她的招数持续时间不会太久的 金回头对着月亮女神大骂起来 你这个混蛋 你竟敢背叛你的亲生父亲 月亮女神反驳金 称她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她不配做自己的父亲 金恼羞成怒下 一招攻向月亮女神 就在这时 悟空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出手了 他对着金发动了无数次的攻击 之后悟空对着金 发出一发全力归派气功 金被消灭了 之后 伊诺的父亲神侧和母亲金娜 从封印之中解脱了 在解脱的瞬间 他们的力量也恢复了 不过因为他们的出现 这个世界开始崩溃了 女神金娜 努力地拯救尽可能多的星球 伊诺健壮 问母亲在做什么 她说她 正在使用她所有的力量 来防止世界被摧毁 而伊诺的父亲神侧 她把她的一部分力量 分给悟空和神腾 帮助他们恢复伤势 神侧开始感谢悟空 而神腾在恢复伤势来到这里后 她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一直梦想着这一天 现在他们终于一家团聚了 金娜这边 她耗费了很多力量 终于将崩溃的世界修复好了 随着伊诺一家团聚 他们成为了这个世界新的神族 所有生灵都开始供奉他们 好了 龙珠超新神到这里就结束了 订阅野火 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龙珠故事